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刚下飞机 我特地买了树花 盛情邀请一同出差的同事们去我家 给我即将过生日的老公一个惊喜 没有 倒是让同事们惊掉了下巴 一开门 两具白花花的身体正在沙发上大战 战况之激烈 甚至于我们五六个人围观两坨肉都没有发现 同事们尴尬又八卦地默默掏出手机 咋咋 男同事的声音惊动了大战的两人 小三儿吓得尖叫 拼命捂着自己的身体 我老公瞬间尾了 手忙脚乱地扯过沙发巾为自己和小三儿遮羞 他抬眼见到我 怒声赤道 赵小夕 你带这么多人来是要闹什么 我悲愤交加 夺门而出 几天前 我收到老公发来的消息 老婆今晚临时加班 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回了句 好的 随即我在朋友圈一则说 下面点了个赞 文案 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相拥 配图 红竹牛排 红玫瑰 还有与男人的食指相扣那只手的手腕上露出半只手表 与我送给老公范小剑的限量版手表一模一样 很快 我便收到了现场直播 我老公与小三儿吃着烛光晚餐 在餐厅仪里的灯光下热情拥吻 而后相拥着去酒店开房间 我勾唇一笑 证据足够了吗 对方回复不够 公共场合偷拍不能作为证据 可以告你侵犯他人隐私 我有点忧伤 哪里偷拍才算合法取证 自己家里 于是我卷了铺盖出差去了 贴心地为两人腾地 画面中 小三儿穿着我的吊带睡衣 在我的卧室 我的床上与我老公相互啃了半天才依依不舍分开 老公 我不喜欢这个窗帘 以后我们换成粉色的好不好吗 还有这个床 他睡过的 还有衣柜 我也不喜欢 我老公搂着他道 好 独一你 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 小三儿贬着嘴 那人家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吗 我可以等 但是咱们的孩子可等不了啊 老公爱怜地俯了俯他的肚子 宝贝 你再委屈一段时间 他们家老房子的拆迁款快要下来了 那可是好几百万 我抓住了重点 孩子小三儿终于怀上了 要准备逼宫了 所以该我出场上演那场桌奸大戏了 我老公出轨了 被桌奸在床 哦不 是沙发 我成了同事们同情的对象 没有私逼 没有歇斯底里 我情绪稳定搬了出去 这几天 老公每天夺命连环 靠加短信小作文轰炸我 不拉黑不回复 让人有种还有余地的错觉 我还看得津津有味 老婆我错了 我还是爱你的 都是那个贱人勾引的我 老婆我发誓以后只有你一个 绝对不跟她联系 老婆 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老婆 你这么爱我 你会原谅我的 对不对 我为了彼此的体面 我们离婚吧 老公坚决不同意 直接杀到我公司停车场 将我堵住 他来堵我 意料之外 又情理之中 因为我知道 想要离婚 没有那么容易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我 这块肥肉的 老婆 气消了吗 这样你打我 你多打几下 气消了 就别闹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他抓起我的手 就往他脸上打 巴掌声响起 他自己都愣了愣 笑话 你以为我会将手抽回去吗 老婆这下气消了 快跟我回家 我抽回手往后退两步 与他保持距离 范小剑 你觉得我跟你离婚 是在闹 你觉得那么多双眼睛 看到你在我们家 跟别的女人乱搞 我们还能继续过下去 老公语气软了软 认错态度十分诚恳 老婆 我发誓 我只爱你一个 是他勾引我的 我那天我只是喝多了 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你 我冷笑 你是没有想过 你是直接付诸行动了 因为你我在公司都抬不起头来 他们所有人看向我的眼光 都充满着嘲笑 怜悯 我活生生成了一个笑话 说到被围观老公压抑着怒气 我怎么知道会被那么多人看到 要不是你一声不吭 带那么多人来 他们怎么会看到 我气笑了 你的意思 是因为我带人来害你 被撞破在家里偷情 都是我的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夕 你别闹了好不好 我闹 范小剑 你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 你出轨背叛 在我们的家里偷情 做那么恶心的事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要跟你离婚 成全你们罢了 我闹了吗 这个婚我离定了 我转身上车 关门打火踩油门 留下他独自咆哮 我拟好了离婚合法 现在住的房子是用我婚前的房子卖掉的钱买的 所以归我共同贷款 买的新房 也理应有我一半 谁知道范小剑面对这个决定却发火了 她将我堵住 离婚协议丢到我面前 房子和钱你都想要 赵小夕 你怎么这么败金 吃相不要太难看了 我正要回敬 厨房里却慌慌忙忙 跑出一个人来 竟然是她本该在老家的妈妈 好啊 原来这两天去搬救兵了 婆婆拉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 小夕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夫妻哪有隔夜愁 你也闹这么多天了 都缓一缓 妈给你做好吃的 我疏离地抽出手 当着她的面取出纸巾擦了擦 被她碰过的手 第一 不是我闹 是你儿子出轨还搞到家里来 被我同事亲眼所见 我这个人爱干净 不愿意脏东西近身 所以别再来找我 企图说何 还有你不是嫌弃我不能生吗 这下恭喜你 让她把离婚协议签了 你马上就可以抱孙子了 你愿意看到 你范家唯一的孙子 成为私生子吗 一提到孙子 婆婆眼睛亮得不灵不灵的 随即又稍稍收敛 小夕 妈只认你这一个媳妇 那个女人一穷二白 怎么配成为我的儿媳妇 我已经叫小剑跟她断了 你放心 以后孩子生下来你就是亲妈 我们绝对不让那个女人出现在你面前 我打断她的美丽幻想 你要让我去养也中也中两个字 狠狠刺激了婆婆 她嘴角抽了抽 努力压制住怒火 怎么能说得这么难听呢 小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 以后也要给你养老的 再说了 你本来就不能生 要是再离婚 这辈子不就毁了 我是为你好啊 婆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她脱了围裙坐到沙发上 拿起起来 就算你要离婚 你嫁进我们范家 这几年前也没有挣几分 孩子也没生一个 耽误了小剑这么多年 补偿我们就不要了 但房子你也别想分走 我笑了起来 不愧是母子 说起话来一个比一个自信 我与范小剑恋爱两年 结婚三年 从校园到婚纱 同学们都觉得我嫁给了爱情 真好 在我十八岁成年时 我爸妈便已经给我买了一套小套二的全款房 范小剑家条件不怎么好 但为人上进又刻苦 对我也无微不至 所以 我们家没要求她买车买房 打算将我那套小套二当作婚房 是范小剑坚决反对 她说 再苦再累她 也要给我一个家 所以当几天后 她捧着热乎乎的房产证出现在我面前 兴冲冲地告诉我 这是我们新家时 我表现得与她一样兴奋 房子是她自己看的 自己买的 距离我公司很近 是个套餐房本 是她一个人的名字 我知道她是不想被别人说吃软饭 所以不愿意住我那个小套二 也就默认了 而且法律也规定 即便首付是她出的 但还贷部分和增值部分 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就算房子没有我的名字 我也不介意 我也不吃亏 这套房子 承载了我和她三年的幸福时光 发现范小剑出轨是在半年前 他们公司聚会 我作为家属出席 或许是出于女人强烈的第六感 我第一眼便觉得 有个女孩看我的眼神很不一样 看似在笑 实则笑容里全是嫉妒和恨 她是她带的徒弟 长得很漂亮 性格开朗 嘴很甜 满是青春活力 饭后还特意加了我微信 她调皮地朝我眨眼睛 说我老公那么优秀 她作为徒弟 要是有莺莺艳艳缠着我老公 她就立刻向我报告 直到我终于发现 她朋友圈里时常秀恩爱的神秘男友 有太多和我老公的同款 我在脑海中上演了无数的撕逼大战 是去他们公司山 小三儿巴掌 还是让渣男贱女身败名裂 然后闹了一场 然后把渣男捡回去 继续过日子 还是闹得两败俱伤 然后黯然离婚收场 他们可以伤我 不能错的不是我 我不想成为那个泼妇 我是受害人 不应当这么不体面 我应当体面地及时止损 所以我沉默 假装成被愚弄的傻子 任由小三儿在朋友圈向我挑衅 我还乐颠颠地去点赞 去夸她的男朋友 我还找了小广告上专业的侦探收集证据 但照片可以辟出轨 可以否认 公共场合的偷拍又不合法 很难取证 但是有一样是铁证私生子 所以我特意暗示 女人一定要有孩子 不像我结婚三年都没有怀上 好在小三儿不负我所望 终于怀了 他们将我告上法庭了 真是恶人先告状 但还没有等到开庭 两人便怒气冲冲打上门来 在我工作的地方 大庭广众之下 赵小夕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房子不能过户 我看着她摔在桌上写着婆婆名字的不动产权证 应该是从中介手中抢回来的 签了卖房合法 中介都会将房产证收走 我捡起来拍拍挥 笑喽 我知道了 房子满了两年解除限售了 这几年 因为政策还涨了好几十万 你们便迫不及待 想要将房子卖了 将钱私吞了 只可惜 房本上虽然写了你的名字 但房子依然不是你的 想要卖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婆婆一屁股坐到地上 一哭二闹三上吊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要将老婆子我的房子给抢走啊 虽然渣男出轨的是人尽皆知 但房本上的确不是我的名字 周围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我不慌不忙 保持着镇定 与他们两人的撒泼打滚 形成鲜明对比 范小剑 保持体面不好吗 你躲在你妈身后 看着你妈像个泼妇一样打滚 你是个男人吗 你看着周围的指指点点 范小剑怒气冲冲 将地上打滚的婆婆拉了起来 见看热闹的人多 婆婆又开始哭嚎 要死了 恶毒媳妇要抢婆婆房子 要把我这个老婆子逼死了 我怎么这么命苦呀 遇到个这么恶毒的儿媳妇 我双手抱胸 静静看她表演 许久才开口 房子的钱是我出的 只是借你的名而已 我拿回自己的房子有问题 你胡说 房子是我存了一辈子的棺材本买的 你说是你的钱 你有证据吗 你们谁会出钱买房 不写自己名字的 大家来评评理 我冷笑 真是两个嘴皮子一碰 一百多万的房子就成她的棺材版了 不是我看不起她 她的棺材能值这么多钱 颠倒黑白 侵吞我的财产 还将脏水泼我头上 没有这本书卖 婚后一年 范小剑从我柜子里发现了一张我的大额存单 是我从小的压岁钱和爸妈给我存的教育金 时间的复利让这笔钱到了一百多万之后 分散的存单到期 我就将它存成一单 婚后一年 正好三年期满 范小剑就向我提议 我们再买一套房用于投资 以后也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名下已经有两套房子了 没有购房资格了 范小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可以用我妈的名义买 现在不是很多借名购房的吗 正好现在限购政策比之前宽松了一些 可以给我补满一年社保 这不就有资格了吗 原来政策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我看着他神采奕奕的模样点了头 的确 现金放着太招人了 还是换成资产比较好 我点头后 范小剑便马不停蹄将婆婆接来了 三下五除二搞定了购房资格 整日抱着手机研究二手房 婆婆更是顶着三四十度的大太阳 成日拉着中介出去看房 经过他们两人不懈努力 很快便确定了一套地段装修都很好的地铁房 在荣城西门二号县起点站 一百五十万交定金是从我的卡画出去的 购房合法写的婆婆的名字 因为是全款买 不用办理贷款 所以过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为了一天办完 不用多跑一天 我们选择了亡审 提前三天将买卖双方的资料提交审核 过户当天办理递件 缴税 取件 去过户前一天 我需要把钱打入婆婆账户 但婆婆和老公一脸着急地找我 婆婆忘记了银行卡密码 将卡锁住了 要三天才能解锁 怎么办呀 明天就要过户了 这卡锁住了 重新办卡也办不了 现在办卡很严 必须要提交工作证明 我妈根本开不了工作证明呀 我微微笑道 对呀 怎么办呢 同时 我赶快联系中介咨询 中介很快就从专业角度 给我分析了利弊 范小剑小心翼翼道 老婆 不如你去取现金 现在才三点多 应该来得及 不然明天错过了过户 就要赔偿违约金 咱们交的五万块定金都拿不回来 我点头 好 第二天 婆婆提着现金死死抱在怀里 生怕别人抢了去 在房管局取了号 上午递件交税 中午打款 在下午等待叫号取件时 老公接到一个电话 在原地急得转了好几圈 才一脸歉意地跟我说 老婆 我公司有急事 你在这里陪着妈 我先去公司 结束了 你们自己打车回去 取完新的房产证 看着大红色的不动产 全证上印的黑漆漆的名字 婆婆笑得 腮帮子能家死一头牛 没想到我老婆子临老了 还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这可是一百多万啊 那我们还没有办完呢 那边还有一个窗口 还要登记才算办完 好好 一次性办完 那咱们快去办 于是在大红本本的刺激下 不识字的婆婆 签下了自己歪歪扭扭的大名 办理的是顺位抵押 以及全权委托公正顺位抵押 将房产的所有价值抵押给了我 虽然婆婆是产权人 但我是债权人 婆婆如果要将房子过户 必须要我亲自拿着证件 来房管局解除抵押 可以理解为跟抵押给银行类似的意思 而全权委托公正了 婆婆将这套房子的处理 全委托给了我 我可以代为处理此套房子的一切事宜 包含但不限于买卖 租赁 贷款 抵押等等 中介知道 本身就是我出钱借名买房 所以办这些很正常 但婆婆她们不懂 只认房本上的名字 我也没有义务去科普 毕竟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这套房子 是我婚前财产独立出资购买 若是我们婚姻发生风险 这套房就成了婆婆的资产 就算打官司我也要不回来的 我房的是小人 不是君子 若是老公一家做事敞亮 皆大欢喜 若是真存了一心 我这一举动 保全了我爸妈 给我存了几十年的压岁钱和教育金 现在看来 我是对的 当初要我取现金来买房 不给我留出资证明的机会时 他们就已经算计好了要侵吞我的财产 只是可惜 法律是神圣的 正义的 不是让他们这样投机倒把的 毒妇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你算计我的房子 要逼死我 你还我房子 我的房子 婆婆又使出撒泼打滚的绝招 我全当看戏 他们为了尽快转移财产 把房子以低于市场价 好几万的价格卖了出去 签了买卖合法 收了买家五万订金 由于我不配合 解除抵押过户 买家找中介闹产权不清晰 要退房赔偿双倍订金 中介打电话跟我商量 我安慰到放心退房退款 让我婆婆赔偿违约金吧 最后 婆婆不得不咬牙切齿含泪 退回定金五万 赔偿同等金额 虽然不情愿 但他们也只能给 毕竟后面还有大头 花了五万块 买了个百万房产 梦遂很快 离婚案开庭 严谨地说是财产分割案开庭 范小剑的律师主张 我们夫妻俩结婚以来 所有共同财产平分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男方婚前财产 不用参与分割 一个一个来 首先是我们婚后 共同买的房子 对方的证据很明确 我们的结婚证和房产证 两个证件的日期 结婚证在前 房产证在后 证明是婚内购买 是夫妻共同财产 这套房子 虽然是婚后购买 但是购房款 是我婚前一套 小套二的房子 卖掉所得的房款 添了一些钱 来购置的 所以应当是我的婚前 个人财产 不参与分割 虽然婆婆那套房子 范小剑被我摆了一道 但现在这个房子 的确是婚内购买的 而且添了一部分 婚内的钱进去 按照法律就是婚内共同财产 但如果婚前房子卖掉 所得的房款 婚内重新购置 登记在一方名下 依然属于婚前 个人财产 范小剑与婆婆得意洋洋 这是法律规定的 就算房款 是你卖了婚前房子的房款 但添了一部分 就是属于我们的共同财产 你得分给我一半 我也没有办法 你就认了吧 这种小人得志的嘴脸 我真的想丢掉体面 将它揍一顿 我冷笑 范小剑 原来当初你哄骗我 将房子卖了 换一套价格更高的房子 就是为了分我的房子 可真是手身的够长啊 范小剑笑得更加猖狂 赵小夕 保持体面 不要污蔑我 我希望你最后也能保持体面 我有证据证明 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 为了照顾范小剑的自尊心 我们婚后便住进了他购买的房子里 我那套小套二就出租出去了 去年范小剑以优化资产为由 让我将小套二卖掉 换成一套地段更好的大房子 毕竟一个小套房平白占了一个名额 租金也不高 有些亏 我想了想又同意了 我将这是告诉了我爸妈 同时又咨询了专业的中介 虽然卖掉了婚前的小套二 但房款放在卡里一分钱没有动过 购买婚内新房 全靠我爸妈财大气粗 按照我爸妈的话说 闺女你的婚前房子本来就是留给你的底气 房子可以卖 但钱你自己留着 不想上班了 那钱就随便造大房子把妈买给你 所以范小剑精心算计地将我的婚前个人房财产 洗成婚后共同财产 实际上是我那宠女狂魔亲爹娘赠予给我的 爸妈生一人 凡是喜欢留一线 所以当场签署了赠予公证 证明这套房的房款 是由父母全款出资赠予给我 作为我的个人财产 不参与分割 我提供了当时爸妈打款的流水 以及公证赠予证书 范小剑和婆婆的奸计又落空了 他们甚至气得在法庭上咆哮 想要来打我 赵小夕 你这个贱人 你算计我 原来你这么早就开始防着我 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呢 真是怒气使他都不体面了 我笑笑 比不上你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若不是我留有一手保全自己的财产 爸妈的血汗钱就真的精准扶贫 让渣男骗去发家致富了 这套房子我依然保下了 但范小剑与婆婆不服 还要申请休庭 继续寻找证据 接连失去两套房子 两人急得嘴巴冒泡 在等待再次开庭的时间 范小剑不知是去哪里取了惊 简直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她每天早晚准时问安 经常发一些离了婚日子过得很惨的女性案例给我 试图破我那么大年龄了 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了 还离了婚不能生育 长相普普通通 若不是家里条件好一些 根本不可能嫁得出去 以后更不可能了 小西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你就真的舍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 你家务也不会做 饭也不会煮 如果不是我迁就你 你只能吃不健康的外卖了 以后离开我 你就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饭了 小西 我知道你只是生气 我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但我对她没有感情的 她没有你温柔善良 只知道找我要钱 我心里还是只有你一个的 乖 别闹了 传出去不好听 我答应你 只要你回来 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看你都算计我 咱们就当扯平了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我陪你去看日子 日出吗 我们去看日出好不好 或者去看海 你不是说没有看过海吗 我们去三亚 去泰国 我教你潜水 我看着手机上的小作文 顿了顿 回复了一个字 好 随即 范小剑又兴冲冲地发来去海边潜水的行程 甚至连机票都订好了 我冷笑着 没有再回复 我就看看 为了房产同床共枕多年的老公 真的敢下手吗 是的 为了房子 范小剑准备杀死妻子 小三儿怂恿的婆婆默认的 视频中 小三儿与范小剑兴致勃勃地商量 怎么将失去的两套房子拿回去 正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遗产 如果我意外死亡 那么我的房产就将成为遗产 范小剑就是我的合法继承人 所以两人商量带我去潜水 让我意外淹死 或者看日出将我从山上推下去 让我摔得尸骨无存 这样不仅可以继承我的遗产 甚至还能让景区赔偿 但是我父母健在 同样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会分走大部分我的遗产 所以他们会借口购买履行意外险 将指定范小剑 继承我所有财产的文件 夹杂在履行意外险中 让我签字 然后杀了我 如果是将我推下山崖 万一我被树拖住 不能死得彻底 他将功亏一篑 所以他最终决定带我去潜水 我是个汗鸭子 完全不会水 一旦下水我就认人鱼肉 他带我去了三亚 我们在海边一同回忆往昔 回忆曾经美好的日子 老婆 你原谅我了吗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好吗 我眼眶通红 你发誓你再也不跟那个女人联系 再也不准背叛我 否则天打雷踢 段子绝孙 范小剑赶忙举手发誓 我这才破涕为笑 我们穿好潜水服 下水前我打退堂鼓 要不我们还是不下去了吧 我害怕万一在水底氧气用完了 我不会游泳 淹死了怎么办 范小剑身子一僵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说完他亲自为我带好氧气装备 一把将我推下水 就这么想我死吗 为了更方便实施杀人 他带我前到安全范围之外 到了他准备好的地方 突然他窜过来 迅速将我的手反减 单手扣在身后 而另一只手取掉我的护目镜 我的氧气罩 将氧气瓶从我身上脱离 我拼命挣扎 将他的面罩扯了下来 露出他猙獰的面孔 但大口大口地水猛地灌入我的喉咙 慢慢地 我停止了挣扎 身子慢慢往下沉 范小剑离开前 甚至按着我的头 将我整个人往下按 再次开庭时 我姗姗来迟出现在法庭上 范小剑与婆婆像是见到鬼一样 吓得脸色苍白 我冲他们挥挥手 笑得灿烂 我丝毫不提海边发生的事 只继续我们的财产分割 慢慢地范小剑也回味过来了 当时在海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就算我报警 也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我们正在闹离婚 两个人去潜水 借口吵架 一个人回 也完全说得过去 就算我明知他想杀我 也只是空口无凭 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虽然遗憾没有将我杀死 但他脸上也慢慢露出得意的表情 现在解决的是我们住了几年的婚房的问题 我主张房子虽然是范小剑婚前买下 但是贷款房还贷部分以及增值部分 我理应分一半 这几年市场行情比较好 房子增值几十万我 也能分不少 我不觊觎别人的财产 但是我应得的 我绝不手软 范小剑拿出证明 在结婚前就已经结清 贷款是婚前的全款房 应当属于南方婚前个人财产 不参与分割 范小剑一脸两次惨败 痛失几百万 早已对我恨之入骨 此时最后一套房子 他们精心算计 终于能将我一军 脸上满是抱负的快意 原来你在我们结婚之前就算计好了 怪不得呢 我们家没有要求买房 你还迫不及待将房子买好 还骗我说每个月要还房贷 不上交工资 用我的钱来作为家庭支出 就是为了让我当这个傻瓜呢 婆婆呸了一口 我们老范家的房子让你白住了 几年没有收你租金 都是便宜你了 你凭什么要分 怎么那么败金呢 我回敬 你们家就这么三瓜两枣的 有什么金让我败的 各种小动作 想侵吞别人财产的 不是你们两位吗 你们以为婚前全款就能不分给我吗 鉴于前两套仿我的战斗力 范小剑微微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能勉强不成 我 你的房子怎么买的 怎么在婚前全款结清的 你自己心知肚明不是吗 原以为婚前全款是稳稳的个人财产 不可能分给我这个外人 但他们吃相实在太难看了 难看到我忍不住替天行道了 我当场向法庭提供证据 证明我是有资格分一部分房子的 在发现范小剑出轨后 我便找了侦探调查两人 在侦探发来的监控视频中 就有一段是范小剑向小三儿承诺 以后这个房子要加上小三儿的名字 小三儿问 不是在贷款吗 在贷款的房子好像加不了名字吧 范小剑得意笑道 什么贷款 这是全款房 如果结婚后就要分给那个女人了 小三儿双眼冒猩猩 剑哥好厉害 都全款买房了 哎 实话告诉你 全款一百多万 我哪里来这么多钱 知道过桥吗 我去借钱 把银行按揭一次性还完成为全款房 就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了 结婚后 我再用夫妻共同财产来还过桥贷的款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房子保住了 就不用分给那个女人了 那个傻子还以为我每个月都在还房贷呢 哈哈 哇 剑哥真聪明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范小剑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算计我自己买房 让我背上共同债务 白白为他还房子贷款 还算计着侵吞我的财产 我趁着范小剑不设房 拿着结婚证 她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去打了她的流水 给小三花的 给婆婆打的 给过桥公司打的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甚至找到了过桥公司 将当初签的合法复印了一份 证明这笔钱就是为了还房子贷款 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去还的贷款 所以还贷部分和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理应参与分割 赵小夕 你TMD查我 范小剑暴怒 拍着桌子青金抱起 我淡然一笑 范小剑 你若不算计我 我怕什么 且 保持你的体面 范小剑与婆婆要杀人的目光中 我获得了这套房子 除了首付部分一半的财产 房子归范小剑 补偿我一笔钱 但就算范小剑家砸锅卖铁 也拿不出这个钱来 我提出房子归我 我将房子当初的首付 以及增值的一半 以现金形式补偿给范小剑 并准许我们离婚 至此 这场为期大半年的离婚官司落下帷幕 离婚判决输到手 接下来还有大戏 范小剑输得一败涂地 官司打完 他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整天给我打电话 发小作文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老婆 我真的再也不去拈花惹草了 我只爱你一个 老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舍得吗 老婆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回了一句 让我再来扶贫吗 你看我头大吗 头上写着冤 大头的冤吗 还是说再给你机会让你杀我 范小剑一将 老婆 你相信我 那只是意外 真的 我想救你 但你一直挣扎 如果我不走的话 我们两个就死在那了 我也是为了以后能有人给你爸妈养老送终 还好你活着回来了 谢天谢地 我冷眼看着他的表演 真的很难理解他的脑回路 真的当我是傻子吗 若不是 之前我特意去学了游泳 想跟他一起去探索浪漫的海底世界 我可能真的会死 我给了他一个好自为之的笑容 然后删除并拉黑 一条龙防御战打完 现在该是猎杀时刻 我将婆婆告上法庭 并提交了新的证据 在婚姻存续期间 婆婆以各种理由找范小剑要钱 当然 范小剑作为家庭支柱 为了给我好的居住环境 工资都拿去还房贷了 没有多余的钱 我作为孝顺的儿媳妇 钱自然是我出的 一会儿是身体不好 要去医院看病 一会儿是祖坟要修 结婚三年时间 前前后后 光是我卡里转给婆婆的钱 都有十五万 就连我们办婚礼收的礼金 也被她以为了 给我盛大的婚礼 借了很多钱为由要了回去 我只是有钱 不是傻 我每次转账 都会备注交易的名目 住名是借给婆婆的 她只管收钱 哪里能注意到这些细节 所以这是正常的民间借贷 不是作为媳妇给婆婆的孝敬 理应归还 没钱 那就从房子补偿款里面扣吧 好了 给他们的房子的补偿款 又少给十五万 不对 应该说我喂狗的钱又拿回来十五万 其实我知道这些钱都被婆婆拿去还给亲戚了 他们真的胆大包天 当初买房的首付四十万 整整三十万 都是东听西凑借的 结婚后 范小剑每个月打一部分回去 婆婆在时不时各种名目挖掘我的钱来还给亲戚 据我所查到现在还有大概十万的外债 房子补偿款 因为有增值 所以补偿给他们 他们不仅能还完所有的外债 还能按揭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我有点忧伤 接下来 我又将小三儿告上法庭 要求她返还我与范小剑婚姻存续期间 范小剑为她花的钱 大到买名牌包包 租房小道 每一次约会 吃饭 看电影 开房间 甚至买的每一束玫瑰花 每一杯奶茶 通通给我还回来 两人在一起一年多 总共花了十万多 一些有灵有整 灵头不抹 挺好的 我又少补偿他们五万多 小三儿怀着他们家的皇太子 去小医院检查了 是个儿子 范小剑不得不咬着牙刃下这笔款 有判决书在 范婆婆与范小剑不得不配合我过户 兜兜转转写在范婆婆名下 那套房还是卖给了当初的买家 以同样的价格 不对 他们还赚了五万为约金 还得感谢范婆婆这套房子还让我赚了几十万 扣除七七八八后 我将四十五万打给了范小剑 并将范家有几十万的消息透露给了小三儿 给力 小三儿成功逼婚 并用剩余的三十五万 按揭了一套位置不太好的小套房 小三儿生下了个儿子 范小剑有房 有老婆 有儿子 他一家和乐了 我就不开心了 让我不愉快 我就得造可尽的造 我将范小剑婚内与小三儿偷情出轨 密谋侵吞我财产的证据寄给了范小剑的领导 结局是夫妻双双把加班 当然 小三儿在之前已经以安胎为由辞职了 不然还没法辞退 没了范小剑的高薪 还没住热乎的新房即将断工 哭哭啼啼 却一无是处的小三儿嗷嗷待哺的整天哇哇大哭的儿子 范小剑差点崩溃 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体面 整日酗酒 怨天尤人 最后将她沦落到现在的境地的原因 全部归结于小三儿 若不是小三儿 她还跟我这个富婆在一起 名下几套房 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日子好不快活 原本小三儿以为傍上了个年轻有为 有房有车的钻石王老五 结果却是个吃软饭的穷光蛋 两人想看两宴 整日争吵 日子鸡飞狗跳 我勾唇一笑 放出一个王诈 我将珍藏多年 当初婚茧时 范小剑不孕不育的检查报告寄给她 之后 小三儿别打地毁了容 肋骨断了好几根 半死不活的 给我联系 我把范小剑还给你 你给我一百万 只要一百万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笑道 范小剑在你眼里这么值钱 可是垃圾就应该扔进垃圾桶里 你们渣男贱女所死吧 小三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 该我终极猎杀时刻了 我去警局报了警 我花高架雇的侦探 昂贵的摄像机 将范小剑在水中 将我禁锢 扯我面罩 取我氧气 甚至将我死死往下按的视频 拍得清清楚楚 还有他作案时 那猙獰的面孔 毫无意外 范小剑杀人失败 洗提铁笼子编制小三儿 顶着毁容的脸 带着私生子去找亲爹 同样被打了出去 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凭着那张脸 去祸害别人 而范小剑进去蹲着了 房子断供被拍卖 范婆婆算计来算计去 儿子坐牢了 大孙子没了 房子没了 我猜他晚年应该会穷得很精彩吧 从桌间到现在 保全财产 到收拾渣男 整整一年时间 虽然费时费力 但总算摆脱了渣男 保全自己的财产 在婚姻中 我们不去算计什么 但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以及家人的财产 法律是公平的 正义的 我们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彭学已经62岁了 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260块 这天下午 他去找女儿丹丹 对丹丹说 丹丹老家修路 我们家房子被占了 总共拿到了95万补偿款 丹丹听了挺高兴 说 妈 这挺好的 你在我这小区买套房子 我平时下班就能去看你 老鹏摇摇头说 不行 丹丹 这钱该是你大救的 当初我们娘俩没地方住 她把房子给了我们 一分钱都没要 现在这房子拆迁 这钱我们不能要 不然我们也太没良心了 丹丹觉得妈妈说得对 说好 那你等我两天 周末我开车带你去找大救 把钱给她送过去 老鹏担心地说 丹丹 你会不会怪我 以后我又没地方住 可能还会拖累你 她又赶紧说 丹丹你也别担心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租个房子摆摊卖考场 生活费应该能挣够 陈丹摇头说 妈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你女儿 照顾你本来就是应该的 妈 你说得对 当年如果不是大救 我们娘俩都没个落脚的地方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她笑了笑说 妈 你还记得吗 你在村里劳保服场干了一年 存了六千块钱 我们送去给大救 让他一定要收下 可等我们俩冒着雪回家 我兴奋地要穿舅妈给我买的新衣服 在棉衣口袋里放着那些钱 当时你抱着我哭了好久 妈 大救对我们有恩 那房子住了这么多年 已经是我们占了便宜 现在这钱肯定要还给大救的 老鹏听女儿这么说 不由笑了 虽然这笔钱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可一定会让他们心生愧疚 这辈子只要想起来都不会安心 单单妈 等下我们回家 我给你准备被褥 你和欣欣住一个房间 老鹏有些不好意思 觉得住在女儿家给她添了麻烦 可老家的房子和院子已经拆了 她也不能一直住在亲戚家里 单单在一家汇集事务所工作 每个月工资一万三千 她老公方瑞在国企工作 是安环部部长 每个月工资一万一千 吃饭的时候 她对老公说 方瑞老家修路 房子被占了 我妈暂时住在家里 儿子姨伯说 外婆以后要和我们一起住吗 太好了 那就可以早早来接我和妹妹 我们也能早早回家 不用等爸爸了 怡心也开心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 我不用等到最后了 方瑞看了他们一眼说 两个小没良心的 我每天下班急急忙忙去接你们 这还被你们嫌弃了 怡心乖乖地说 爸爸最好了 我们最喜欢爸爸 方瑞哭笑不得 觉得孩子就是神奇的存在 总能给你各种惊喜 他看着老鹏说 妈 那你放心在家里住下 以后借两个孩子放学 就交给你了 陈丹又说 方瑞 还有件事要和你说清楚 妈妈住的老院子 本来是大舅的 那时候 他们全家搬到县里住 正好我妈带着我离婚 没地方住 是大舅可怜我们 把房子给了我妈方瑞 现在老院子备债 总共给了九十五万 不过这钱是大舅的 我周末带妈妈给大舅送去 方瑞点头说 嗯 我知道了 这是应该的 本来就是大舅的房子 现在的补偿款 当然就是大舅的陈丹 呵呵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不能不知恩 不然可就成了白眼狼 周六早上 陈丹开车带妈妈去找大舅 大舅家在隔壁县城 和他们住的有些距离 开车要两个小时左右 带着给大舅的礼物 两人敲开门 家里只有大舅一个人正在吃午饭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小雪 丹丹 你们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懒得做饭 就想着凑合一口 只买了两个馒头 还有点榨菜 丹丹 大舅 你别和我们客气 我们早饭吃得晚 现在一点都不饿 彭雪皱了皱眉说 大哥 你不是胃不好吗 吃了馒头 胃反酸会很难受 怎么现在只吃这个 他大哥蓬风叹口气说 你大嫂没了 我又不是很会做饭 就想着凑合一顿 彭雪大哥 那则言两口子周末也不在家吗 彭风他们和我不住在一起 平时工作忙 好不容易休息 还要带孩子出去玩 我就没让他们过来 彭雪大哥 我知道大嫂不在了 你很伤心 可你要好好吃饭 不然身体肯定受不住 大哥 村里要过一条高速公路 你给我的院子被占了 总共得了九十五万 我这次把钱给你送过来 彭风正了正说 呵呵 那挺好啊 小雪 你岁数也不下了 一个人住村里也不方便 正好在县城买套房 和单单住的近点 也方便他照顾你 彭雪 不行 大哥 这钱是你的 我不能拿 有了这笔钱 实在不行 你找个终点工 每天给你做两顿饭 我们也放心 彭风却不高兴了 说 小雪 那房子我早给你了 户主也是 你现在的钱就是你的 小雪 你看我现在有房子 还有退休金 虽然不多 可足够生活了 反而是你 如果不买个房子 你以后住哪就算单单不说什么 让你住家里 可他老公呢 还有他公公婆婆呢 他们不会有意见吗 小雪 听我的 赶紧回去买套房子 好好过日子 呵呵 你别替我担心 我现在煮面条 包饺子这些都没问题 今天就是偷懒了 陈丹赶紧说 大舅 我和妈妈商量了 当初你好心帮助我们 把房子给我妈妈 让我们有个地方住 可不管怎么说 那房子就是你的 这笔钱就该你拿着 你就别和我们客气了 大舅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妈妈的 她暂时先和我一起住 过一段时间我就近给她租套小房子 让她住得自在点 彭峰摇摇头 说 单单你能这么做 大舅很开心 可我说的是真的 房子给你妈妈 那就是你妈妈的 单单 我和你妈妈是亲兄妹 没什么好客气的 你表哥现在过得也挺好 不需要我为他操心 而我自己也有房子 有没有这笔钱都没什么 不过单单人说好的事情 就不能随便改 我早已经把房子给你妈妈 那就是她的 别说九十五万 就是九百五十万 也是她的 和我没关系 你们就不要多说了 彭雪还想着给她一半 兄妹俩每人四十七点五万 可还是被彭峰拒绝了 她 她坚决一分都不要 她站起来说 走吧 有钱了 我们庆祝一下 你们请我吃大餐 我要好好吃一顿 彭雪和陈丹很无奈 可彭峰无论如何都不收 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 彭峰带路 三人到了一家农家乐 点了几个特色菜 还要了几瓶啤酒 她说 单单 回去就给你妈妈买套房子 人老了 没个地方住可不行 陈丹 好 我知道了 大舅 我回去就找房子 在我家附近给我妈妈买一套 你放心吧 三个人吃了饭 送彭峰到小区门口后 陈丹和妈妈开车回家 路上 陈丹叹息一声 有些感叹地说 妈 我大舅真是大气 这可是九十五万哪 她一点都不心动 更是一分都不要 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彭雪也满脸回忆说 是啊 你大舅是个特别有义气的人 人缘特别好 她后来能有工作 就是因帮助过别人 那人感激她 给她找了份工作 她才带着一家人 从村里搬了出来 你救母人勤快又善良 你大舅上班 她在那人的帮助下 承包了厂里的食堂 特别受欢迎 一家人的日子就越过越好了 可惜就是走得太早了 陈丹 嗯 是啊 他们两人都太好了 真是让人佩服 那时我们困难 你给钱他们没要 还经常给我买衣服 彭雪 是啊 后来你挣了钱 节假日都去看他们 给他们买衣服 买吃时 我很高兴 陈丹妈 比起大舅和舅妈 我做的还是太少了 第二天 两人出门在附近找房子 社区群里打听 看有没有急着出售的二手房 快到晚上时 两人已经累得不行 丹丹说 妈 我给方芮打电话 让她带两个孩子出来 我们在外面吃 实在太累了 老鹏 嗯 好 看两个孩子想吃什么 我请客 陈丹 呵呵 好啊 不过那两个肯定想吃烤肉 他们最喜欢的 一直就是这个老鹏 呵呵 好啊 那我们就去吃烤肉 我也去尝尝 除了电视上见过 我还没吃过呢 一家人去吃烤肉 两个孩子特别高兴 一路上叽叽喳喳的 方芮说 妈 丹丹 今天魏老师说 他住的小区 有个房子在出售 离我们家大概走路十五分钟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老鹏说 好啊 这也不算远 如果合适我觉得行 陈丹 妈 那我今晚联系好 我明天中午来接你 我们过去看看再说 两人看到房子后 老鹏很满意 这是一套小二居 只有七十平 可房子格局特别好 没有一点点浪费 这家人本来在这做生意 可老家儿媳生了孩子 老两口要回去照顾孩子 这才想着买了房子以后 应该不会再来了 两方各种奖价还价后 最后这套房子 老鹏花了四十万 老鹏拿到钥匙后特别高兴 房子里装修得很温馨 东西基本都没动 只要再彻底打扫一下 他就可以直接搬过来 陈丹说 妈 你在我家住一段时间 两个孩子都喜欢你 等过完年你再搬过来 老鹏点头说 丹丹 我想再回村里看看 周末你陪我回去一趟吧 陈丹有些不解 说 妈 房子不是已经拆了吗 你回去什么都没有了呀 老鹏摇摇头说 我回去看看你外公家的房子怎么样了 他们去世后 你大舅几乎没回去 我怕那房子都要塌了 陈丹妈 那这次拆迁 那院子怎么没拆呀 老鹏那院子在村子中间 这次只有靠边的拆迁了 可能也是考虑到路线和费用 陈丹开车 老鹏还有两个孩子坐在后面 一心开心地说 妈妈 我能看见小猫咪吗 我想养只小狗或者小猫咪玲玲 他们都有 就我没有 陈丹 呵呵 等过了年 你们再大一点 我就给你们买只小狗 一博说 妈妈 你让妹妹养吧 我帮他看着 我们能给小狗洗澡 你放心 老鹏摸了摸一博的头说 呵呵 我们一博真是个好哥哥 一心也是好孩子 几人到了门口 陈丹看还有把陈旧的门锁 想着怎么打开时 老鹏一推 门已经开了 原来只是挂在门上 根本不是锁的 进了院子 里面都是杂草 两台房子都快塌了 不过院子很宽敞 老鹏突然说 丹丹 我想盖一面房子也不要多 四间就行 不过厨房和卫生间一定要收拾好 陈丹有些诧异 说 妈 你不是已经买了房子吗 直接住那就行了 离我家也近 晚上可以一起吃饭 还能帮我接两个孩子 不是挺好吗 老鹏叹了口气 说 丹丹 你舅母已经不在了 你看你大舅 她肯定经常凑合着吃饭 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担心她的身体 丹丹 我想把这院子收拾起来 盖几间房间你大舅过来 我们一起 在这住 丹丹到春天了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点菜 还能养几只鸡 养两只羊 我还想种一亩地呢 就当锻炼身体了 陈丹看着妈妈 知道大舅一分钱都没拿 妈妈这是心里过不去 还有一点 她也是想 有个人陪着他们兄妹一起养老 妈妈肯定会很高兴吧 她说 好 妈 既然你觉得这样好 那就这么做吧 妈 那套房子我先租出去租进 够你和大舅生活了 然后盖房子 剩下的钱也存成定期 这样每年利息也不少 你说呢 老彭 呵呵 好 都听你的 她又说 走 我们去找你柱子书 她盖了一辈子房子 很有经验 我们包给她作业放心 两人找到柱子书 还好她今天在家 老彭说了要求后 柱子说 姑你放心交给我就行 走 我们现在就去量尺寸 你再详细和我说说 我给你做个预算 柱子在本子上记好尺寸 还有老彭对房间 卫生间 厨房的要求 算了又算后说 姑 你给我八万吧 我给你盖得好好的 如果再加两万 衣柜 橱柜这些 我都给你做好 你只要买家电就行 老彭点头说 柱子 我相信你 我先给你六万 等房子盖好再给二万 交房后给二万 你看行不行 柱子笑了 说 姑你还懂这些啊 真厉害 那就按你说的来 我去做个合同 我们等下签字 过两天我就开工 他经常接活 这些也很熟悉 没一会儿就弄好了 老彭让陈丹帮着赚了钱 才和陈丹带着孩子离开 过了一个半月 柱子给老彭打电话 说房子已经盖好了 让他回来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他就要开始打柜子装修了 丹丹又开车带他回来 看见房子后 丹丹都很喜欢 说 柱子书你太厉害了 这房子盖得好漂亮 格局太合理了 柱子哈哈大笑 老彭也很满意 又给他转了两万 让他抓紧时间装修 他想着过完年就能搬过来 路上老彭说 单单我听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 家里要用的家电你帮我买吧 到时候我把钱给你 陈丹妈家电我给你买 你不用给我钱 到时候你养了鸡给我吃几只就行 老彭不乐意 可陈丹坚持 他也就答应了下来 老彭的房子租了出去 每个月有八百块钱的租金 除了留下常用的钱 单单待他存了四十万定期 这让他觉得很安心 过完年 陈丹一家人陪着老彭到了村里 房子已经全部装修好 家电也都安装到位 包括厨房用的东西 老彭打开卧室 床上是蓝白格子的粗布床单 和铜色系的被子 他感动地说 单单 你真是用心了 你这孩子 这些很费钱的 你到底花了多少啊 也不告诉我 陈丹妈 我可是你亲女儿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我让你过得舒服点 不是应该的吗 老彭呵呵笑着 大哥住的屋子 也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 陈丹和方瑞特别用心 家里的拖鞋都有好几双 什么都不用他操心 柱子是个热心人 院子都给他收拾好了 只等到了天热 可以种菜养花 想想都很幸福 陈丹妈 你去村里问问 能不能买到羊肉和牛肉 我去接大舅过来 给他个惊喜 我们热热闹闹吃顿饭 老彭 嗯 好 让你表哥一家一起来 以后你大舅住这也好 让他们放心 老彭和方瑞在厨房忙碌 他们打算 一会儿一家人吃火锅 羊肉和牛肉 是在村里买的 味道好又新鲜 其他毛肚 由于那些是方瑞去镇上买的 陈丹和大舅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熬好了鸡汤 就等着涮火锅了 彭丰看着熟悉的地方 却又崭新的房子 惊讶地说 丹丹 这是怎么回事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 陈丹大舅 我妈出钱重新翻盖了房子 想着以后和你一起在这养老 你一个人住总是凑合 他不放心 老彭正好出来了 说 大哥 这还是我们的家 以后我们一起在家住 等天热了 我们种点菜 养鸡养羊 你说怎么样 彭丰忍住眼中的眼泪 哽咽着说 好 好 我们又回家了 这是他们长大的地方 以后 也是他们老去的地方 真好 他儿子一家到后 听到这个决定 也觉得很好 一大家人在新家热热闹闹 吃了一顿火锅 好像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 无论是谁 你带我如何 我便带你如何 这是规矩 更是礼貌 更是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房子再大 有笑声才是家 幸福不是你家里有多富有 而是你家人的笑容有多灿烂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防火防盗防闺蜜》 我老公全款转账给我闺蜜买车 她以为我对她们私下的事不知情 还在我面前炫耀 很快 我将以夫妻共有财产 将她追回 并让她昏败名裂 今天早上十点 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 偷听到我的好姐妹和我老公的谈话 我整个人震惊 恶心地像吞了一只苍蝇一般 就在我刚为我老公留掉了一个失去胎心的孩子 她却在我床前拉着我闺蜜的手说今晚去开房 我以为我闺蜜肯定会生气 羞愤地甩开她的手 可我闺蜜却如结语花般温柔劝她 林林才刚手术完 你还是在家陪着她吧 听着这句话 我闭着眼睛 整个人心寒发抖 什么时候我老公和我最好要的姐妹在一起了 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 我听见我老公出去抽烟了 而我所谓的好闺蜜坐在我床前刷手机 等我醒来 他们大概也想不到我麻醉苏醒的速度这么快 我睁开眼睛 李静便开心地朝我问来 一张笑脸 充满关切 林林 你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看着这张笑脸 我分不清楚 它是真心还是假心 一个人要怎样无耻 才会连自己好朋友的老公都勾搭 我洋装出一副刚醒来的迷糊神情 努力地平复内心的痛苦 前一刻我才刚痛失了三个月的宝宝 后一刻我又经历了一场婚姻的背叛 我紧紧地揪住了床单 强忍眼角的泪水 牙根紧咬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觉 而这把刀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亲手刺进我心脏的 我很清楚 就算我现在跳起来责问她们 她们也不会承认什么 甚至会让她们今后避险 而我除了痛苦和走向离婚的下场 我什么也得不到 可我怎么甘心就这么放过她们呢 李静是我从小同村长大的人 我们一起上学到高中毕业 我去了外省读大学 她高中毕业在家换了各种工作 虽然隔着距离 却没有疏远我们的友谊 我真的觉得我们亲如姐妹 可现在我才知道 我太傻太天真了 在她那张每天笑吟吟的脸 单纯无辜的眼神背后 竟有着这么不知羞耻的一面 我不否认她从小比我漂亮 一米六十五的身段 苗条又不时丰满 在初中就发育得超过同龄人 是男人最喜欢的那一款 她长着一张精巧的瓜子脸 是我们那一帮人从小就公认的美女 和她在一起 从小到大 只要有男生靠近 第一眼看的都是她 更可笑的是我的老公 就是她介绍给我的 我在一线城市待了几年 我爸妈非要我回本市工作 让我考一个公务员稳定下来 为了父母 我回来了 同时也参加了礼敬的婚礼 她嫁给了一个外地在本市工作的基层公务员 她老公属于那项害羞的男人 长得挺帅气 但并不圆滑的一个人 她工资虽不高 但她来自我们省城 家境不错 李静在众多追求者中 选择她肯定是有原因的 很快 李静婚后就买了房 买了车 这全是她婆嫁给力给他们操办下来的 在我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周 李静约我吃晚饭 她没有打招呼 就带着一个男人过来和我吃饭 她就是我 现任老公顾羊 大概我也恨嫁吧 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有好感 李静在餐桌上让我们加了微信 接下来顾羊主动对我发起了追求公示 先是微信聊天 接着便是私下见面 有时候我也会约上李静 我想感谢她这个媒人 但大多数她都说有事来不了 我以前没当一回事 可现在想想 是不是在我嫁给顾羊之前 他们的关系就不一般呢 前尘往事不堪回首 但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水深火热 我主动回我妈家养身体 因为我婆婆要上班 没空照顾我 但我妈却把我照顾得很好 给我做了一个小月子 然而我的心情依然痛苦不堪 李静也隔三差五地发信息给我 看着这些充满关怀的文字 如果不是听见她和我老公说的那句话 我真的会感动到心坎里去 因为她就像是我的亲姐妹一样 而从婚后就对我不错的老公 我也觉得陌生 心寒至极 为什么她可以一边娶我回家 一边却和我的好姐妹保持暧昧关系 她们怎么能让两个好端端的家庭支离破碎 或者她们自信 她们之间交往秘密 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她们偷情这一层关系 我老公家境并不好 除了高大帅气的外表 他还能说会道 擅长交际 他在婚后第一年 我爸妈借钱给他投资工程 他很争气 又赶上了建筑工程的红利期 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她现在每天开着一百多万的宝石节出行 也非得给我买了一辆宝马三系上下班 她说 做她的老婆 我必须拥有更好的生活 现在想想 她对我物质方面的好 只是因为她被判后的良心不安 而李静当年图她老公家境好 可没想到她老公三年内毫无晋升机会 依然是个基层小职员 领着三四千的工资过日子 李静前两年还能大手大脚地花钱 但这两年她明显省持俭用 衣服也常常穿旧款 我此刻恨不得挖出他们的过往历史 我想看看李静和顾阳在我们婚前的时候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我想到我们同村有一个姐姐李霞 和李静一起在政府当过临时工 我和这个李霞走得并不近 因为我爸妈很早就离开了我们的村子 搬到了县城 最后又到了市里开店 我知道这位李霞现在还在镇上一家照相馆工作 我特地开车从市里前往我们老家的镇上 我买了一些东西进他的店里做 他也很热情 很惊讶 见到我们聊起了家常 听到他说生意不景气之类的 又提到他想到市区和一个合伙人租更大的店面 只是手头紧 我直接告诉他我手里有点闲钱 可以借两万给他 我为了得到李静和我老公的消息 我根本不在乎钱了 他听完 顿时又更加的热情了 忙说 这周五下市区考察店面的时候找我 我从娘家搬回了自己家 我老公顾春天三天两头不见人影 他的项目令他脚不沾家 曾经我相信 他只是为了工作早出晚归 现在我只有冷笑 我在小月子里 他电话每天打 信息每天发 连晚安也更勤快了 可我每夜的泪水和内心的失望 他根本不知道 我在怨恨中不可自拔 小月子没做好 反而身体虚得很 还感冒了一场关于我们的夫妻关系 结婚一年 我们很和谐 渐渐地他忙到回家就睡 我体谅他累 也不介意这方面事情 原来他不是累 而是在外面吃饱了 有句话说 在家吃饱了 在外面还能再吃一顿 可在外面吃饱了 回到家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想想我恶心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如果那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我或许只有恨 现在我想到李静和我老公的丑事 我更多的是恶心难受 周五李霞很早就下来了 下午时分我开车 在他满市区跑 东风也和他一直聊天清静 我找了一间安静的咖啡厅 他说起了他的婚姻 抱怨着他无能的老公 还有孩子学习方面的操心事 我听着他抱怨 也抓住了这个时间 朝他问道 霞姐 我听说你和小静一起工作过 你知道他和我老公顾阳 是怎么认识的吗 李霞的眼神顿时有了几分错愕 他关心地问我一句 你们夫妻感情没出什么事情吧 我叹了一口气 一脸愁容道 就是因为不太好 他最近总不见人影 那你可得看着他点 千万不要放任他不管 多盯着他点 不然婚姻很容易出问题的 霞姐 你见过我老公吧 我问 当然见过 你不知道五年前 你老公曾经也和我们一起在政府当过临时工吗 霞姐反问我一句 我直接脑袋猛了几秒 是吗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派出所照相 小静做文件 你老公刚从外面回来 进去做了半年的保安 霞姐说完 又更小声地凑近了我一些 小林 我和你说 她和小静交往过一段时间 你得注意点 我的脑袋轰然而炸 交往过 他们在我们结婚前交往过 为什么李静把一个和他交往过的男人介绍给我 李霞既然打开了这个话题 他也没有隐瞒了 便告诉我一切 李静和我老公交往的那半年里 他们一起在派出所旁租房住同居 后来李静的老公从外地调了过来 李静为了抓住省里的男朋友 便果断和顾扬分手 顾扬不愿分手 便纠缠过他一年 李静那个时候一心只想嫁入省城 而就在那个时候 我从外地调回家 为了甩掉顾扬 他转头便把他介绍给了我 顾扬知道和李静没可能 加上他那个时候已经怀孕 所以顾扬死心的同时 他看上我的家境 便转而追求我 听完这一切 我才知道当年李静看上他老公家的钱 而顾扬也看上我家的钱 所以他们双双为了利益分开 然后现在顾扬生意成功 李静嫌弃老公无能 他们倒是旧情复燃了 可我老公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却是我爸给的 他不但没有任何感恩之心 还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此刻我的三观直接崩碎了 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更感到羞愤 顾扬追求我的时候 李静在一旁看着 当我高调在朋友圈秀恩爱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不是在想 我再怎么秀恩爱也是 他曾经不要的 我在幸福都是减他剩下的 我的内心犹如吞了一万只苍蝇般恶心 我恨不得把他们的关系公布以重 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定在道德柱上 工人为官 我恨顾扬 更恨李静 如果顾扬贼心不死 那李静身为我的好姐妹 他就没想过维护我的幸福吗? 更何况他背后还有一个家庭 显然 他现在享受顾扬带给他的金钱快乐 早就忘记他的儿子和老公了 周五 我在附近逛完商场 我临时决定回我家收拾几件衣服回我妈家 当我开车停在小区门口时 保安看到我 立即上前和我打招呼 这几天都不见你娃 这是一个热心的保安大叔 我平常出门都和他打招呼 我笑了一下 对 我现在住我妈家 保安大叔看我急眼 然后他突然小声道 你老公的车也刚进地下停车场了 他车上坐了一个女人 我以为是你呢 我的脑袋轰然炸了一下 如果不是我 那会是谁? 那难道顾扬这混蛋竟把李静带到我床上去了? 我不想让外人看我笑话 我随口笑了一句 大概是我小姑子吧 可我看见保安大叔还是同情地看我两眼 没说什么 而我在小区门口吹着三月的冷风 内心更冷 在保安大叔转身之际 我朝他道 大叔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 你说 保安大叔倒是很热心 回答我 请你帮我看 留意一下我老公什么时候出门 麻烦给发条信息 我没敢看保安大叔的眼神 但我受到了他同情又热心的目光 他爽快道 好 你把电话留意下 我把电话写在登记本上 我转身回到我的车上 正好从路边就可以看见我家六楼的洋房 看见主卧室里散发的灯光 我痛苦地握住方向盘 痛苦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 我不争气地在车上哭出声来 顾扬竟在我坐小月子的时候 把女人领到我家床上 这个女人是李静吗 我想是她 李静虽然生过孩子 但保养和身材都非常好 我老公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她 甚至得不到的才会一直在骚动 我此刻恨不得冲上去杀了他们 但我的理智告诉我 就算我冲上去看到他们丑陋不堪的样子 痛苦地只是我自己 而他们早已经无所顾忌 就在这时 原本对半开启的窗帘突然被拉紧了 这是顾扬和我过夫妻生活时才会做的事情 现在她和另一个女人在做 我闭上眼睛 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开始在内心涌上自己的计划 我要把他们的奸情曝光出来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去了一家监控店 买了全套家庭监控装备 我在等着保安大叔给我的信息 只有顾扬不在家的时候我才能回家 装置顾扬一定不知道我发现了他们的奸情 所以她根本没有防备我什么 我当晚还发了在我妈家的照片给她 告诉她不用担心 我在我妈家被照顾得很好 清晨八点 我收到了保安大叔的信息 顾扬出门了 我在九点左右就回到家了 我联系了装监控的人过来 我在家等人的时候 我脑子有些乱 我走进了主卧室里 翻开了垃圾桶 恶心的纸巾和液体的气息令我无嘴差点吐出来 我翻开纸巾里面包着的套 令我恶心之极 监控全部装在隐藏地方 而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随时监控 我知道顾扬和李静刚刚允许过 肯定几天之内不一定会再来 所以我必须继续在我妈家待着 让顾扬放松警惕 第二天一早 我正在家里查阅一些离婚事件 我接到了李静的电话 他约我去逛街 说陪我散散心 我答应了 我想看看一个人到底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李静十点来接我 当我提包下楼 看到街边上那辆赞新的奥迪Q3时 我的脑袋不由炸了一下 李静买新车了 他一直跟我说喜欢奥迪Q3 现在他开上了 我静第一个直觉怀疑这是顾扬给他买的 因为顾扬近一年的项目收益我都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他的项目越做越大了 接了一个新区一个学校的大工程 你买车 我洋装惊讶地问 嗯 刚提的 李静笑着说他没有看我的眼睛 他的反应证实我的想法是对的 他顾扬 满足他的物质欲望 我坐进车里 果然是一股新车的味道 我好奇地问一句 你婆家给你买的吗 嗯 对 我婆婆说接送我儿子上学方便 她回答的并没有底气 真讽刺 她开着我老公买的车在我面前秀存在感了 我不但发现李静换车了 连她身上的衣服都是品牌了 连她脖子上那条项链都是新的 顾扬对她倒是大方得很啊 她是床上多买力事后我的老公呢 你儿子怎么样 我问她太调皮了 李静一边说 眼神里全是宠爱的笑意 我知道她很爱她儿子 因为她婆家在省城 所以带孩子就成了她的专职 她从生下儿子到她儿子三岁都待在她的身边 我突然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等我哪一天曝光她的事情 她的儿子一定归婆家所有 到时候她想见儿子就难了 我坐等着这一天到来 我等着她后悔痛哭 求她老公原谅见儿子的那一天 因为这是她应得的下场 我势必不会让她的老公原谅她 哪怕弄得满城风雨 我也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无耻行为 我要让她的老公连原谅她的余地都没有 我更要把这辆奥迪Q3以夫妻共有财产的方式拿回来 我以前请李静吃了不少大餐 这次她请我吃 我相信她手里现在的钱也是我老公给她的 她还约我去做头发 她在爱美这一方面一直很执迷 我陪着她 看着她揽静自照 那自信的样子 我死死地握住了拳头 不然我会忍不住现在就和她闹翻 质问她为何如此不要脸 但我现在手里没有有力的证据 我忍下了 李静送我回家 我继续待在娘家 以坐小月子为由 而我老公知道我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我爸妈家了 我每天都在查监控 顾阳倒是每晚回家睡 我不在家 她就像个老爷一样躺着玩手机 脏衣服扔在阳台洗手池 我不由想着 我在我妈家待了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的衣服谁给她洗的 这是我装上监控的第三天了 一早我醒来摸到手机 第一时间打开镜头 我整个人被坐了起来 我的阳台上 李静正在手洗顾阳扔下的一堆脏衣服 她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然 仿佛她在我的家里已经成了女主人的角色 我冷笑看着这一幕 我就这么看着她动用我家的一切 喝着我老公的水杯 然后在我的沙发上挽起了手机 我看着她穿着和我一起逛街买的那条裙子 显然她在顾阳面前急着重打扮 我为了盯着监控关在房间一整天 终于下午三点 顾阳回来了 我就这么看着我的老公从门外冲进来 就把她给抱住了 两个人激吻了起来 我的心在滴血 我浑身颤抖 我恨不得现在就过去现场抓奸 但我知道我需要更多有力的证据 我需要让这两个人都付出代价 我看着李靖被顾阳抱着进了主卧室里 躺在了我亲自挑选回来的那张床上 极度入骨的画面令我把屏幕埋进了被子里 把声音关了静音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往外流 我恨 我恨 怎么有如此无耻的两个人 下午五点他们离开了 李靖把我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保证好了所有的视频 我还想要更多的证据 不是他们偷情的 而是其他方面的东西 三天后 我告诉顾阳 我想他了 我想要搬回家里去住 顾阳一早就过来接我 替我搬行李 那张脸上温柔的笑意 完全没有一丝背叛我的痕迹 我想顾阳不爱我 但他并没有要和我离婚的意思 因为我家境不错 父母的独生女 也许他认为我笨 这辈子发现不了他和李靖的奸情 而他可以在外面玩 又有一个爱他的妻子 为他生儿育女 他很满意现状 我不知道该不该庆幸我的孩子 失去胎心而离开 因为生活在这个家里 他也注定会成为单身家庭的孩子 我回到家里 面对着我的那张床 我胃里的食物突然冲涌而出 我冲进了浴室里 吐在了马桶里 怎么了 那不舒服吗 顾阳过来拍着我的肩膀 半揽着我 没事 手术后我胃一直不舒服 调养就好 我安慰他 顾阳松了一口气 我抬头朝他道 看来这段时间 你一个人在家 还蛮会持家的 家里上下都这么干净呢 顾阳的脸色差那一变 很快笑着回我 那不然呢 老婆不在身边 我不勤快 怎么行 我赞他一句 不错 继续保持 顾阳去洗澡了 他的手机放在电脑桌前充电 我轻轻地拿起 赫然发现他的手机密码改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压抑翻腾地怒火 就在我打算离开 我突然看到他开启的电脑 我立即移动鼠标 点开右下面的隐藏图标 果然微信登上了 我相信这是上天在帮我坐下来翻信息 我很快找到了李靖和他发微信的账号 不是他平常的 而是新的 我翻开聊天记录 再次恶心到我了 我看到李靖在家里给我老公发的各种照片 我老公仿佛很兴奋 让他在他老公面前 撩骚 我想 顾阳是不是在报复当年李靖的老公抢走了他 所以才会让李靖在家里给他发这些照片 果然李靖的车是顾阳买的 李靖在车里摆了好几个性感的姿势发给他 谢谢亲爱的 叫老公 顾阳说 谢谢老公 李靖完全不知羞耻为何物 我一段一段地拍下来 然后 我立即翻看顾阳的银行账号 我翻到了一条信息 在上个星期三 顾阳向李靖转账 支出人民币二十八万元 我冷笑 果然大方 全款买的呀 我刚想放下手机时 一条信息进来了 我并没有点开 但我看到了一句话 杨哥 我有了 你要这个宝宝吗 我看着这个卡通女性头像 我的脑袋轰然而炸 顾阳出轨的对象不止李靖 她还有小似 我只敢为李一阵翻涌 到底顾阳背着我玩了多少女人 我的婚姻充满了欺骗和背叛 真是悲哀之极 有了李靖在前 看着这个明显年纪还小的女孩 我只有一声冷笑 已经不足为奇了 我依然拍下一组照片 我刚准备关机 又一条信息冒了出来 杨哥 上次那批违规材料用上了 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我这心不安啊 我的心猛地一惊 顾阳在工程上使用违规材料 这就是她能赚更多钱的方式 就在这时 我听见浴室那边停了水声 我立即把她的手机放回原位 出来大厅看电视 我面色冷静 追着我平常追的爱情剧 但脑海里全是顾阳在工地上使用违规材料的事情 我想 现在顾阳只是幸运没有出事 如果她真得哪一天出事了 我和她绑在一起 我铁定要跟着她一起倒大煤 到时候 连我的钱都要搭进去 顾阳洗澡出来 她进书房里去了 我想她肯定看到信息了 但她冷静得像是没事人一样 出来就问我要不要吃什么 我让她随便点 我假装累回房间 我在房间渡步 我突然觉得我根本不了解顾阳 也不知道她胆子有多大 在外面干了多少违法事件 我知道 我不能再等了 我必须立即和顾阳离婚 在这个家里拿到属于我的一半财产 我不想为顾阳任何犯罪行为负责 对于离婚 我决定速战速决了 晚上我已想独自休息为由 睡客房 我翻着刚才偷拍下来的一长串聊天记录 看着李静在顾阳面前如何骂她的老公是废物 骂她不知上进 抱怨她的婆婆不带孩子 我心想 要是她老公看到这些聊天记录 不知会怎么想 我第二天就带着所有证据见了律师 我的证据充分 加上出轨视频 她建议我向法院起诉 并且向法院申请南方资金调查令 调取顾阳的资金出入和支出情况 我中午去了法院 下午我就去找李静的老公 她现在调入市里一个代办处工作 找她不麻烦 李静的老公叫李杰文 她早已经不是五年前帅气的样子 她已经步入中年油腻的心态 她看到我有些惊讶 认出我来了 有时间吗? 我有点事情要和你说 我问她 她惊讶我为什么找她 我和她出来附近一间奶茶店 这会儿没什么人 我朝她道 加一下微信 我有东西发给你 她倒是爽快 我们互加了微信后 我就把李静和顾阳的聊天记录全发给了她 并且还有那天他们在我家里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 我看着她愤怒的眼神 我同样痛苦 我抬头看着她 告诉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并且也告诉她李静买的那辆T3是我老公转账给她的28万 这次离婚我会以夫妻共有财产起诉她 归还这笔钱 我在李杰文那斯文眼镜后看到了她的痛苦和愤怒 看到她快要爆发的崩溃 那些聊天记录里 李静把她贬得一文不值 把我老公夸得不行 是的 男人都忍不了 我回到车里等着我的手机响 我料到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是李静 我看着手机平静地接起 喂 林林 对不起 我不该插足你的婚姻 我向你道歉 能不能别把事情闹大 李静哽咽的声音恳求着我道歉 在你和顾阳睡觉的时候 你不是很开心吗 要不要我把你们在我床上的视频朋友圈发一遍 我冷嘲 林林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我保证不再和顾阳来往 我当然不相信他 但我也没有准备发朋友圈 这种丑事对我也没有好处 那端沉默了几秒 在你嫁给顾阳之前 我们曾经交往过 李静主动朝我交代 那你就更无耻了 你把你睡过的男人介绍给我 你是想说我在捡你不要的吗? 我连骂他的欲望都没有 你要和顾阳离婚吗? 那端李静的声音突然淡定了下来 我不有想 他是不是在盯着我的位置 他想上位了 顾阳现在有钱了 算是个大老板了 他想抛弃无能的老公嫁给顾阳吗? 是我起诉离婚了 我冷笑 你这是要捡我不要的吗? 那端沉默了几秒 李静开口说 真的 我爱顾阳胜过爱我老公 如果你离婚了 我会考虑和顾阳在一起 听到这句话 我差点要笑出声了 看来这场偷情 李静竟然傻到以为顾阳还会要他 我竟乐见其成 希望他尽快嫁给顾阳 好 我会尽快办理离婚 给你腾位置的 我大方地说道 也挂了电话 顾阳的电话随后就打进来了 林林 我对不起 你在哪? 我们谈谈 顾阳焦急的声音传来 顾阳 我们离婚 我冷静地说 一定要离婚吗? 顾阳竟然没有强行挽留这段婚姻的意思 你都带李静回我家睡我的床了 你觉得我还能和你过下去吗? 我恶心 我嫌脏 我的情绪一瞬间爆发了 眼泪不争气地冒出来 这个我爱了三年 叫三年老公的男人说不痛苦 那怎么可能? 对不起 回家吧 我们好好谈谈 顾阳竟温柔地叫我回家 我开车回家了 顾阳在家等我 他看到我眼神里尽是羞愧 可我知道他是装出来的 坐下来之后 他反而问我一句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冷笑看着他 如果我不装监控 你们要瞒着我偷情一辈子吗? 让我像个傻瓜一样愚蠢无知吗? 顾阳有些心虚地低着头 但我知道他在算计着这场离婚 我直接道 我们的财产评分 至于李静那辆Q3 我要以夫妻共有财产追回来 那是我送给他的 顾阳抬头说 显然他不愿这么做 我不慌不及道 行 那就走法律程序吧 说完我盯着他的眼睛咬牙道 顾阳 你真是忘恩负义 我爸当初拿出五十万给你做工程 连彩礼都只要你二万八 就因为你家穷 我连婚纱照没拍 我的婚戒是我自己买的 你就这么对我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当然不是要向他诉委屈 我是要演戏 我要让他在离婚这件事情上 把我该得的那一份给我 顾阳到底还有一丝良心 他逼下头 我对不起你爸 好 我愿意离婚 财产平分 除了平分夫妻共有财产之外 我也没有其他过分 要求什么? 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起诉李静的那辆车 我一定要回来 我更没有和他提我知道另一个女孩怀了他孩子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有用处 顾阳答应我用法律手段要回李静手里的那辆车 我突然发现顾阳是个极度自私自我的人 他谁都不爱 他只爱他自己 李静在他心里的地位就是个顽疾扔的玩物 离婚这件事情我没有和我爸妈提 我先搬回了娘家住 晚上我接到李静的电话 他愿意把那辆车过户给我 我想他只是不想真得闹到法院那么难堪 并且他现在已经彻底爱上顾阳了 傻到想给顾阳留点面子吧 第二天一早 李静开着车过来 我并没有坐上他的车 我自己开车跟着他一路到了车管所办理过户 全程他都很沉默 而且看得出来他一夜未睡 憔悴了不少 我也一句话不说 安静地办完了过户手续 他把车钥匙递给我 我看着那辆赞新的T3 再看看李静低着头离开 我的心总算有些痛快之色了 我并没有多信任顾阳慧和我平分财产 因为我对他的存款并不全了解 我还是决定到法院递交资产调取申请书来完成我们的离婚 下午我接到了顾阳的电话 他明显有些愤怒 李静静 你什么意思 你让法院调查我的银行卡信息 我冷笑 这一年来你的存款有多少 我根本不清楚 甚至你在外面养了几个女人 我也不清楚那些女人有没有怀你的孩子 我更不清楚 你 你什么意思 顾阳错愕 没想到我还知道她其他的事情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如果我真想起诉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我只是不想闹了 我只要拿到我应得的一半财产就行 我说顾阳仿佛也重新认识我似的 目光里有了几分凶意 顾阳的财产被调取出来之后 比我预想得多 顾阳在工程方面各种捞取钱财 竟然有三百多万存款 是我不知道的 一周后 在法院里 顾阳黑着脸和我签了离婚合同 并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终于离婚了 和顾阳再没有关系 李静有没有离婚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好过 并且我估计着她老公在老时也受不了妻子这样的出轨和侮辱吧 我抽了一个空去她老公的工作单位 假装要办事 然后我看见她老公的位置坐着另一个人 我朝一个挺热情的工作人员询问 吴杰文不上班吗? 他辞职回省城了 他告诉我 我的心底一乐 然后试探地问一句 他是不是离婚了呀? 这位工作人员看我一眼 你是他朋友吗? 我是他妻子的朋友 我答了一句 工作人员复杂地看我一眼 离没离 你该问他老婆呀? 我在工作人员这语气和眼神里看出来了 看来吴杰文和李静离婚的事情 连单位都有所耳闻了 我爸妈虽不理解我为什么突然离婚 但他们并没有劝我挽回 只是发愁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虽然痛失一段婚姻 但和顾杨离婚是我很明智的一场选择 顾杨虽然还能再赚钱 但我知道他这种工程风险太大 并且他已经在违法的道路上了 我相信报应肯定会来的 离婚一周后 我正在上班 突然李静打来电话 我原本不想接的 可还是想听听她要说什么 我接起那段集 传来李静的声音 林林 你知道顾杨在哪里吗? 她问她在哪里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冷笑 这一个星期我都打不通她的电话 她没出什么事 李静竟然来我这里关心顾杨 真是笑话 我还没有说什么 李静突然又道 我怀孕了 孩子是她的 快两个月了 我听完只敢报应不爽 我嘲讽道 你怎么知道孩子是不是她的?就是她的 我确定 李静很坚决道 我想顾杨正在忙着一件事情 我故意调她胃口道 她在忙什么? 李静急问 我一会发给你吧 说完我挂断她的电话 把上次拍下来的照片发给了她 我想没有比此刻更适合发个消息给她的时机了 我真没想到李静竟然为顾杨怀上孩子 看来她倒是玩得挺开放的 很快 李静又打来了电话 我接起 她便急问过来 你发给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和顾杨偷情的又不是你一个 而且你知道当我问顾杨要回你的车时 她什么语气吗? 她没考虑就答应了你这种免费送上门的女人 她不玩白不玩 我狠狠地刺破她想嫁给顾杨的幻想 李静在那端突然哽咽起来 有些崩溃道 我为她离了婚 失去我儿子 她就是这么对我吗? 她意识到哭诉的对象是我 她又吸了吸鼻子道 你早就知道她有别的女人 你就是不告诉我 是吗? 你就是想看我现在的下场 你是怎么知道我和顾杨的事情的? 我冷冷道 那天我手术的时候 你们以为我还在睡 其实我早就醒了 你和顾杨在我床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你家的? 李静在问道 我有一次回我家拿衣服 听保安说顾杨回家了 而且副驾驶座上还坐着一个女人 我想就是你吧 所以我第二天就装监控了 还真让我抓住你了 我实话告诉她 就在这时 我听见李静痛苦的喘息声 我敏锐地察觉道 不由问她 难道那天坐在顾杨车上的女人不是你顾杨这个混蛋? 李静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她到底有几个女人? 我突然发现报应不爽 我的痛苦她都要经历一遍 我依然记得做轻工手术的时候 我整个人颤抖地躺在手术台上 多么地害怕无助 一个月后 本是一项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事故 有位工人从刚交住的三楼阳台摔下来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这是从朋友圈发出来的 当我看到那个工程项目的名字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 这是顾杨手中负责的一个成建项目 我想到她使用违规建材的事情 我想我是不是该为人民做件好事 我鼓起了勇气 匿名朝铸建局发了一份举报邮件 我没想过会得到什么回应 但在这件事情的后续里 报道了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劣质水泥导致的 而责任人将被法律追究其责任 我看见三个人名里顾杨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一刻 我的心底终于有了报复的快感了 我一直关注着后续的报道 那位工人因重伤躺在医院 家属上诉打官司这件事情得到势力很大的重视 顾杨最终的下场登在了报纸上 她被判了五年 没收一切个人财产 至于李靖 我想她肯定不会要这个孩子 而她亲手带大的儿子被她前夫带到省里 她想要探望也困难了 自作自受 终将品尝恶果 一年后 我和爸妈清明节回村里祭拜我爸遇上了李靖的姑姑 她并不知道李靖离婚和我有关 坐在村里的大树下 她在大声谈着李靖的近况 她去了儿子那边的省城工作 但前夫那边根本不让她见孩子 她爸妈让她回来 她选择留在那里 只为能争取见她儿子一面 听到这里 我只有一句活该想送给她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辈子能成为后天的一家人 也是有很深的缘分的 只不过不知道这缘分是良缘还是孽缘 人类关系矛盾中 从古至今大部分人认为最大的矛盾就是婆媳矛盾 其实还有公习关系的问题 这个是大部分人会主动选择忽略 但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和矛盾无关 而是满满的亲情感动 儿媳妇照顾画的公公十二年 公公临终前一直指着米缸 儿媳过去一看 当场泪流满面 那么米缸里到底有些什么 竟让儿媳如此动情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话说在广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 老黄家正在办喜事 一对小夫妻结婚了 新郎叫黄建军 新娘叫林雪 第二年 他们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小两口过得是甜甜蜜蜜 幸福美满 着实令人羡慕不已 经过几年的拼搏 他们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一家子就搬到了城里住 把公公婆婆也接过来一起生活 林雪和黄建军结婚有五年多了 黄建军是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 是个小包工头 每月的收入不算少 所以林雪就不去工作了 他心甘情愿地在家里边洗衣做饭 对黄建军也是百依百顺的 对公公婆婆也照顾得特别用心 黄建军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他总是说非常感谢林雪对家里付出的一切 如果不是林雪的话 家里边肯定是一团糟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 黄建军虽然每天都回家 但是却不再往家里拿钱了 他总是说上面没拨款下来 工人的工资都没有发 后来 林雪就觉得不对劲了 去工地上问了一下情况 谁知道大老板说每个月都按时下拨进度款的工钱 再跟他的工友们打听情况 工友说黄建军在外边养了一个小情人了 林雪到家之后 并没跟公婆说 虽然他心里很气愤 但是他想的还是要等着黄建军回来 再询问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 晚上黄建军回来之后 林雪就问黄建军说 老公 这段时间 你都没带钱回来 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黄建军怎么可能承认这种事呢? 他一口否定 当时公公婆婆也在家里 公公生气地批评了黄建军 说你守着这么好的媳妇 还不满意在外边养小情人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不想要这个家了 你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 你这不孝子 赶紧给我滚 谁也没想到 当时黄建军真的就收拾了东西 离家处走了 之后 林雪就一个人照顾孩子和公公婆婆 她找了一份工作 白天就去上班挣钱养家 晚上回来后 还要照顾公公婆婆和孩子 这日子过得很累 但林雪从没有过一句怨言 后来 林雪的婆婆在黄建军离家出走了一年多之后 因发生了车祸 当场就去世了 当时 林雪哭着打电话给黄建军 说妈出车祸去世了 让她回来处理后事 但是黄建军没有回来 这让家人心都凉透了 后来听说 黄建军已经在外边 跟那个小情人生了一个儿子 小情人不让她回来 婆婆走了之后 林雪的公就一直劝她改嫁 但是林雪总是说 把现在还不是时候 孩子还小 带着孩子嫁给别人 还不如我自己带着孩子少受点委屈 就这样 林雪一个人一边照顾着公公 一边拉扯着孩子 林雪在一家鞋厂上班 一个月也能赚个三五千块钱 勉强雇得上儿子上学和一家人的开支 就这样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转眼间 十几年过去了 儿子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而这时候公公却查出来了癌症 未来需要在医院里做化疗 而且也问过医生了 医疗费很贵很高 公公知道自己得了胃癌之后 要林雪把她带回老家 公公说 媳妇 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治不好了 咱们也别治了 就回老家吧 你做一些我爱吃的 爱喝的 也别在医院里受着羊醉了 林雪实在是扭不过公公 便答应了下来 他们回到老家之后 公公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只能喝一些面汤之类的 为了照顾公公 林雪辞掉了工作 一天24小时的守在公公旁边 吃喝拉撒的 全部都照顾得很周到 她自己想着 公公的日子不长了 在这最后的这些日子里 一定要把公公照顾得好一点 让公公少受些罪 至少让老人走得体面些 林雪的公公这个病 大家都知道 回到老家后 没有医生和药物的治疗 病情越来越严重 眼看是熬不了多久了 他们回到家还没到半个月 林雪的公公各个器官都在衰竭 不管林雪照顾得有多细心 最终还是要走了 这些年来 林雪跟着公公相处 其实她早就把公公当成了自己的亲爸 公公走了 林雪哭得很伤心 办完事之后 林雪突然想起来 公公走的时候一直指着米 刚好像要说些什么 但是也没有说出来 好像在告诉林雪米缸里有什么东西似的 林雪过去打开了米缸的盖子 伸手进去抓了抓 居然在里面找到了一本存折 上面是六十万的存款 米缸里面还有一封信 上面是这样写的 她说林雪 这六十万块钱是你婆婆走的时候的赔偿款 还有一些我平时出去捡瓶子 捡纸相存下来的 我把它全部都留给你 这些年来委屈你了 也多亏了有你照顾我才能活到现在 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实在是对不起你 这些钱你就留下来自己过好日子 带好我的大孙子 不用舍不得花 也不用想着去给我儿子 全部都是留给你的 看完手中的戏 林雪嚎啕大哭了起来 虽然自己的婚姻很不如意 却遇到个好公公 她自己生病了 却不舍得看病花钱 而是留下来给了儿媳妇 她看着存折上的那么多钱 心想着不能把它挥霍掉 她要用这些钱在县城里帮儿子买了一套房 她想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公公最想看到的 儿媳和公公之间的纽带是老公或者儿子 儿媳即基于与公公的儿子及自己的老公的婚姻关系而成为了姻亲 姻亲是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关系 是一种简单的亲属关系 从家族观念来说 媳妇孝敬公婆是为人晚辈的标准动作 但这仅仅是基于传统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要求 并非法律上的义务 天然的亲人之间 血缘亲情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但是像婆媳恭喜温婿这样的后天的家人之间的感情 其实内心很难当作真正的一家人 但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公公和儿媳之间满满的亲情 没有充满着算计和金钱 儿媳的孝顺让华儿的公公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得以很大的心灵慰藉 而公公也很善良 在自己离世后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儿媳妇 大家觉得林雪应该怎么处理 这些钱是否需要分一部分给她离婚的丈夫 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第一则故事讲完了 下面一起来听第二则故事 我是谁 养父母有了亲生儿子后 我活得狗都不如 我崇拜舅舅认定我是她的儿子 成年后 我有了想要的生活 我希望舅妈做我的妈妈 不能成为她的儿子 我就做她的女婿 想要就去争取 哪怕不择手段 我的名字叫张爷爷 字太难写 我自作主张改成了爷 十三岁那年秋天 我放学走到村口 我妈和两个大婶拉家长 六岁的小宝和两个孩子在搞一只死老鼠 我显然比死老鼠吸引她 她突然抬起头 两只鼠眼准确地捕捉到我 弹簧一样跳起来 炮杖一样撞进我的怀里 她扬起脏兮兮的小脸 吸了西黄绿色的鼻涕 摇着我的大腿说 哥 我要骑大马 我抢笑 回家给你骑步吗 我就要现在骑 我皱起眉头 双手抱起 她往家走 哄她说 咱们回家了 回家哥陪你玩 不嘛不嘛 她在我怀里凝来凝去 我妈发话了 小野 你弟要骑就骑吗 快点 再惹她上火 我听出她的威胁 只得照办 我像个畜生一样 趴在地上 拖着小宝在地上爬来爬去 小宝边笑边喊着 快点 再快点 小屁固在我背上拱来拱去 我在地上四脚着地飞奔 时不时制造颠簸 惹得她哈哈大笑 几个大孩子跑过来看热闹 其中三个是我的同班同学 他们奸笑肆意嘲弄 那不是张野吗 怎么跟调狗一样 他对她弟可真挺好 他敢不好 你没看上回老师请他爸来学校 他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扇他耳光 我怒火中烧腾地站起来 小宝应声摔到地上 挖得大哭出声 我惹祸了 我头脑中闪现着我爸冲我灰皮带我妈掐我大腿的画面 我妈已经抱起了小宝 焦急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查看她头上的伤势 我害怕极了 只想逃跑 唯一能救我的只有舅舅答应过我 他会供我读高中、读大学 再不用看父母的脸色 我求求他 他一定会帮我 我搭了村里去镇上的车 从镇上坐车去城里 没有赶上末班车 不行一个多小时走到舅舅家 他们家住在老小区 不梯楼 没有电梯 我爬到五楼时 已浑身冒汗 饿得眼花头晕 开门的是我舅妈 咦? 小野快进来 他高兴地拉我进屋 我脱下沾满泥巴的鞋子 赤脚走进来 房子很旧 非常干净整洁温暖 我自觉去卫生间冲洗 一身的臭气 舅妈贴心地为我拿来舅舅干净的白衬衫 乔小野穿你的衣服挺精神的 就是有点大 舅妈笑着说 他们正在吃饭 桌子上摆着十道菜 还有一整块生日蛋糕 舅舅说 你来得正好 小穷过生日 一起吃饭 我坐在桌前 贪婪地望着一桌子美味佳肴 自然地接过舅妈给我盛的饭 大口吃起来 舅妈和舅舅说笑着 我听不清楚 我一直在吃 太好吃了 红烧肉太香了 红色的大虾我连壳一起嚼 手抓羊排 我吃了两根 接下来的时间我已经不知道往嘴里塞了什么 也感觉不到身边有人吃到了忘我的境界 直到小穷哭出来 我才意识到我闯祸了 我未经允许吃掉了一整个生日蛋糕 狼狈地满脸都是奶油 小穷 听话 妈妈再给你买 别哭 咯咯饿了 小穷的哭声太大 舅舅怕我窘迫 抱他到房间 离红我都做了什么 我想请舅舅收留我想要请他跟我妈说情话 没说出来已经在难说出口 我搞砸了小穷的生日宴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我看着桌子上一片狼藉 又愧疚又委屈 就骂 递给我雪白的毛巾安慰我说 没事儿 你肯定是饿坏了 我用毛巾捂着脸 呜呜地哭起来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说别放在心上 我没脸再待下去 夺门冲出去 我跑到小区门口时茫然了 天已经黑了 我要回家吗? 回去肯定会挨打 我要流浪在外面吗? 我住在哪里? 怎么生活? 就在我纠结无措的时候 舅妈一边喊一边追着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慢脚步 等她追上我 你跑得太快了 她扶着我的胳膊喘得厉害 我没说话 低垂着头 她非常讨厌我 我没礼貌 不懂事 总跟舅舅要钱 给他们添麻烦 小野 天都黑了 你要去哪里? 她像是在责备 听起来满是关怀 我摇头 我不想回去 面对小琼和舅舅 我也不敢回家面对小宝和父母 你是不是在家里遇到难事儿了? 我想了想再摇头 别闹了 今天必须跟舅妈回家住 我无家可归 只能回到舅舅家 小琼的房间我不好意思住进去 只能睡客厅沙发 我听到舅舅和舅妈小声地交谈 小野怪可怜的 我看他身上好多伤疤 他还是个孩子 你姐夫也真下得去手 舅舅沉默 咱们买那套房 要是四房就好了 能给小野接过来一起住 我竖起耳朵 无比感激舅妈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四房太贵了 咱们首付不够 房子也退不了 三房也够吧 你不是要接小文过来 两个半大孩子住在一起 不合适吧 舅妈叹了一口气 责备地说 小野怎么办 你就看着你姐两口子这么对她 男孩子吃点苦 我听不清了 大脑一片模糊 第二天 舅舅送我回家 临走时 舅妈塞给我三百块钱 路上她对我说 你要考出来 考到城里来住校 你要像个男人一样活着 她一句都没责怪我 破坏了小琼的生日 我问她小文是谁 她说 是你舅妈的女儿 比你小两岁 在老家跟她继母不对付 我猜想 那个女孩也跟我一样受虐待 有点同情她 小宝的头磕了个大包 从此以后 她学习不好 都要赖在我头上 我要养活她一辈子才能赎罪 我爸妈收了舅舅送来的钱 和我嘴上答应着不会打我 我就一走 他们就抢走舅妈给我的三百块 然后男女双打 他们要给我一次深刻的教训 我爸烧红了一块烙铁印在我的大腿上 他把我吊在门口的树上 用牛鞭抽 我村人都来参观 有人求情 我妈抱着小宝解释说 小孩子不懂事 跟畜生一样就得打 不长记性 他们打累了回屋睡觉 留我一个人面对寒冷的黑夜 那是我最绝望的一夜 我忍受着透骨的寒冷 趋如啃视着我的心 我的眼泪和鼻涕干在脸上 紧巴巴的 我真想快点死去 不用再面对村人的嘲笑和怜悯 不用再面对残忍的父母 后半夜我妈放我下来 迷迷糊糊中 我听到我爸说冻死他得了 我妈说留着他以后有大用 无边的恨渗透进我的骨髓 会有一天你会后悔家住在我身上的痛苦 从那以后我不再想着住到舅舅家 因为有另一个女孩更需要住进他们家 我是男人 我不怕吃苦 他们不许我住在床上 只能睡地上 我经常吃不饱饭 我在田地里捡红薯和玉米充饥 我想过离家出走 又惦记着舅舅说过的话 等我考上高中 住到学校里去 舅舅就会供我读书 我就能脱离爸妈的控制 舅舅送给我一个NP4 里面有五百本电子书 我开始疯狂读书 我要离开不爱我的爸妈 像舅舅那样生活 白手起家赚很多钱 娶爱我的女人 生两个漂亮的孩子 像舅舅夫妻疼爱小穷一样 疼爱我的孩子 初三我很瘦 但个子快速长高 已经超过我爸 偶尔照镜子时 我感觉我的脸很像舅舅 我有了底气 感觉到自己的强大 我的个子快速长高 有一次我爸拿根棍子打我 我抢过棍子一脚踹断 我爸妈再不敢打我 那天我妈给小宝做鸡腿 我回家只看到两个鸡爪子和一个鸡屁股 我啃着鸡屁股问我妈 我不是你儿子 她白了我一眼 坦然地说 不是我是随生的舅舅 我心跳加速 真希望她能说 是不是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表示不信 哼了一声 她不想我和舅舅相认 她想我永远做她的乖儿子 孝顺她 你想长大了找你舅舅认了父亲再分她的家产 做梦吧 你根本就不是她的儿子 我盯着她舅舅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她得意一笑说当年她的确送过一个男孩给我养 你爸不同意我收留侄子认为养不熟 早晚要回到亲爸爸身边 我坚持要养 为此挨了她不少拳头 我听村里人讲过 我爸原本是村长 家里的条件特别好 我妈正经过了几年好日子 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孩子 后来我爸被人举报贪污丢了公职 从那以后 她慢慢养成了酒饮和毒饮 她舍不得怪自己将一切罪过赖在我妈的头上 我能想象她为了保护年幼的侄子受了很多苦 她抹了一把泪说 那年我要做个手术 需要两万块钱 你爸瞒着我卖掉了孩子 我震惊 那么我又是谁呢? 大概过了半年 我在山里捡回了你 你长得小 你就搞生意 又交往新女朋友 三四年都没来过一次 等她赚了一点钱回来看我的时候 根本辨认不出你不是她的孩子 她的条件越来越好 给我寄的钱越来越多 我吞了口口水 无力地蹲到地上 你以为你将来认了你救 你就能麻雀变凤凰了? 你就能顺利继承万贯家财了? 算了吧 她有老婆有儿子 根本不在乎你 不是的 她有苦衷 舅舅是我的神 任何人都不能玷污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哼 她苦 她有我苦吗? 你也别想认你那有钱的爹 我一句话就能揭穿你 你就乖乖做我一辈子的儿子 我再不想听她说话 我绝不像她那样活着 我起身想走 你跑什么? 我救了你一条命 没有我喂水喂药 你别想活下来 你就该当牛做马暴打我 她手里在的水瓢趴得扔进缸里 像是一锤定音 我跑出房子 奔向空旷的田地 我不干 我不想再过狗一样的日子 我想活出人样 我要自由 我要地位 我要尊严 凭什么我就不配有人爱 我对着麦田大喊 我是谁? 我要爸爸 我要妈妈 我要快活 一夜失眠 我想明白了 我对我妈说 你最好对我好一点 我有能力了会帮你照顾小宝 你在虐待我 我就整小宝 我的威胁很管用 我爸仍旧对我恶言恶语 我妈提供给我的伙食好了许多 至少能够我吃饱 我屏蔽掉我不是舅舅的儿子的事实 我相信我就是他的儿子 我和他的小儿子刘琼 妓女李文同样享有继承权 等我考上大学 就会融入舅舅的家庭 成为他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 我跟我妈说 等我继承了家产 会分给小宝一三 到时候你和小宝就吃穿不愁了 其实我不过是缓兵之计 我不会分给他们一毛钱 我恨不得他们一辈子受穷受苦 我以高于区分数限两分的成绩 考入现役中 舅舅没有食言 为我缴纳了全部费用 暑假 我去舅舅的新家做客 他家已搬到新小区 一百二十平的三房客厅特别大 家里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 我终于见到了小文 她是个清清爽爽的女孩 她见了我就撇嘴 一脸嫌弃 我窘迫得满脸通红 不安地揪着衣襟 舅妈瞪她一眼 笑着招呼我 给我拿水果 我看着雪白的沙发 不敢坐上去 只肯坐餐厅木制椅子 舅妈看小文悠闲的 没事在客厅看电视客瓜子 她美好气儿地吩咐小文 你陪你小爷买几件衣服 小文白了她一眼 说 现在谁还在商场买衣服 都在网上买 你先陪她去商店买两套穿的 再到网上买 我还看电视呢 舅妈霸道地关掉电视 两手掐腰 现在就去 小文不情不愿嘟着嘴回房间换衣服 我很过意不去 说舅妈 我自己去就行 舅妈面对我很快 变了一张笑脸 说没事 她都呆懒了 正好她也活动活动 小文嫌我寒酸 不许我离她五米以内 要求我远远跟着她 她给我挑了两套品牌休闲妆 要求我马上换上 然后带我剪了头发 买了鞋和袜子 我改头换面 她两手插都端 想我半赏 输了一口气 你可算像个人了 我被她看得红了脸 说花了好多钱呢 她耻笑 你以为我给你花钱呀 我回家要给我妈报账的 她还得给我辛苦费呢 她带我去吃饭 怕我在新学校受歧视 教我生存之道 她说 一定要多看多听少说 你什么都不说 人家摸不透你的心思 会高看你一眼 即使你害怕什么都不懂 他们也不知道就你这种乡巴佬 一说话 同学老师肯定瞧不起你 你要学林黛玉进贾府察言观色 以后 你有不懂的就给我发微信 她送我一个NP4 里面有上千本书和音乐 她说这东西可有纪念意义 是你舅舅送你舅妈的礼物 书都是他们俩找来下的 我如获至宝 随时随地有时间都能看书 太好了 小文说 瞧你的长相 跟你舅舅还真挺像的 估计她年轻时就长你这样吧 我心头一动 再次怀疑我妈对我说谎 也许她想有个控制我的筹码 舅舅和舅妈对我很好 一家人野餐、游乐场、看电影等家庭活动都会叫上我 小文和小琼的关系很好 两人打打闹闹就像亲姐弟 我很珍惜融入他们的感觉 高中三年我发奋学习 我必须考上大学 否则我会回到一无所有 继续受父母的控制 我在家里受的是皮肉和精神的双重伤害 那些活得像狗一样的日子 我必须摆脱他们 我从全学年倒数第二一路追到前十 舅舅妈非常自豪 就像我是他们的儿子 我的父母眼看无法再控制我 恨得咬牙切齿 假期学校住不了 我就去饭店打工 晚上在饭店订两张桌子就能荡床了 老板看我可怜 还多给我三百块首页钱 时间充裕 我就读书 读不懂就多读几遍 我偶尔会住在舅舅家 睡客厅的沙发 小琼忘记了我曾破坏过她的生日 她偶尔会约我爬山 我受宠若惊 事后我才知道 小文怕遇到坏人 小琼一个人打不过 阳光明媚的周末 舅妈和舅舅开车带我们去郊游 小文在草地上打滚 我无意间看到她露出的雪白扁平的肚皮 心中的小鹿乱窜 我喜欢小文字意鲜活的样子 不像我事事瞻前顾后 不能坦荡 经过深思熟虑 我选择报考计算机专业 大学期间 我假期在刘宋的厂子打工 她的厂子做手机零件 我学习计算机 研究相关维修维护知识 正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很快成为厂子里的技术主力 她很大方 工钱上从不亏待我 而且学费、生活费、零用钱 照给我妈向领工资一样 每月必会来跟 我要一次钱 小野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泡菜 她眼看控制不了我 对我的态度大转变 笑得很是讨好 我拒绝 妈 您别再给我带东西了 我也都是扔您杯的 辛苦 这个月有多少钱 我不会再给您钱了 别 好歹我也养你十几年 我在咱们家吃得比狗差 干得比牛多 你还年年跟我就那片大把的钱 我也不欠你啥吧 她脸上挂不住笑 冷下来说我救你一命呢 一条命值多少钱 我耍无赖说 既然无价我也不好用钱 还有机会 我也救你一命 咱们两清了 我笑得阴险绝情 我忘不掉那个寒夜 我被吊在树上垂死挣扎 我要讨回我的尊严 洗刷我的耻辱 小宝是父母的希望 我绝不允许她有出息 我给小宝买最好的电脑 给她下载了一款烧钱的网游 她喜欢得不行 很快入坑 玩得不亦乐乎 我小宝说 玩好了游戏能赚钱 你好好玩 学会打装修号 玩大了卖装备卖号都能赚钱 她信以为真 我妈也以为我疼 小宝很是欣慰 我妈再没来 跟我要过钱 但是她威胁我有能力 让我一无所有 我觉得她就是虚张声势 她要不来钱 就在舅舅那儿要得更多 我爸的毒瘾越发严重 我妈要钱的理由 越来越离谱 小宝交了女朋友 需要一辆车 你们家郊外的别墅 空着过户给小宝 她结婚也好有着落 你姐夫工作不顺心 你给她安排个好一点的活 每月少说也要七千 少了不够她喝酒的 舅舅满足不了她的要求 只好拿钱给她 开始我以为是舅舅善良 后来我猜测 是因为我父亲抛弃了亲生儿子 任由姐夫虐待十几年不管不顾 孩子长大了 有能力赚钱了 再想认回儿子 儿子会接受父亲吗 她怕我恨她 怕我跟她翻脸 我只盼着她早点和我妈翻脸 有一次我陪舅舅谈个订单 正谈到关键时刻 她的电话又打过来 反复挂断还要打 舅舅气得青筋暴突 直接关机谈判 对方见她不够专心 终止了合作一项 舅舅肯定是忍耐到了极限 否则不会在大事情上失控 我劝她 我妈那样逼你 你为什么还总是满足她 她有心脚痛 我常背着塑笑就心丸 她犯病时我喂了她几颗 她吃了药 脸色缓和些 说 小时候你老爷重男轻女 我妈去世得早 全靠你妈照顾我 她家里家外忙活 吃了不少苦 你老爷对她不好 不供她上学 我又不省心 给她添了不少负担 现在条件好些 我总想补偿她 没想到她没完没了 我妈就是无底洞 您还是省省吧 我欠她生养之恩 您可不欠她犹豫了一下 面露难色 说 小野 有件事我不敢跟你说出来 我就不用再怕你妈妈了 我猜到她要说什么 装作紧张好奇的样子 我怕她说出来 又怕她说出来 其实你是我儿子 我那时太年轻 没有能力养你 我想着姐姐不能生育 她来养育你 一定能对你好 我没想到她又生了小宝 她担忧地看着我 满眼歉意 很怕我生她的气 我很紧张 眼含泪水 随即侧过头 怕露出破绽 不敢和她对视 她愤恨地声称 要和刘家断绝关系 她收拾好行李 赌气要出门时 我接过她手里的行李冲上去说 我早就喜欢小文了 舅舅舅妈 小文就交给我 我来守护小文 舅妈也会开心吧 我期待舅妈感动 不想她正冷冷地看着我 像是看透了一切 我很不理解女人们的感情 昨天还像敌人一样 剑拔弩张 今天就像闺蜜一样 亲密无间 舅妈和舅舅吵了一架 就不去厂子里上班了 多年来 舅舅只管找资源抓业务 不怎么管厂子里的事 放权给舅妈 舅妈罢工以后 厂子渐渐乱起来 我没有插手 不想嫁 空掉舅妈的地位 刘家没有舅妈 就不是我喜欢的家了 我仍然追求小文 我要舅妈知道我言出必行 出自真心 小文换了工作 正是上岗之前 母女俩要去逛街 小野 你去吗 舅妈的意思是 你最好拒绝去 我怎么可能放弃讨好他们母女的机会 小文冲我笑笑 仅为表达一种友好 但是她已经开始接受我 我们还没有达到两情相悦的地步 我很早就有机会追求她 她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撞见过她掉落玉金的样子 那时我就发誓要对她负责 可惜她瞧不起我 母女俩光鲜亮丽 像一对姐妹说笑着穿梭在商场里 和谐的场景吸引来羡慕的目光 我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黑色墨镜 保持一米的距离 手里拎着各种战利品 满足了小文被追求的优越感 我看得出舅妈没有干涉女儿的选择权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小文问我为什么喜欢她 妈 我要是说你长得漂亮 你会不会打我 经历过磨难 她终于啃正眼看我了 我猜我的评分已经远高于富二代了 舅妈撇了撇嘴没有说话 小文不满意也受用 我喜欢你清清爽爽的样子 又总觉得配不上你 我是穷小子 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现在我不靠舅舅也能赚钱 你的同学呢?没有喜欢的吗?一个都没有 我说谎了 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 我太过自卑 不敢主动争取 我总觉得我配不上太完美的女孩 且 小文不屑地撇嘴 骗谁呢? 舅妈起身去厕所 故意留下我们单独聊几句 不开玩笑了 我正惊地说 我撞见你掉玉金那次 我就决定非你不娶 好看的外表不如有趣的灵魂 你两样都占 她羞得满脸通红 却不慌张 她说谢谢你 她谢我什么呢? 谢我对她的忠诚 谢我执着地喜欢她 还是谢我在她最失忆的时候拯救她 好歹我心甘情愿做她的备胎多年 仍然痴心不改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对舅舅不满意了? 她在捧杀我 给我钱 要我膨胀 又做不成富二代的阔气 明知道我妈对待我的方式有问题 她不去干预 冷眼旁观 她觉得我配不上你 找了孙家的渣男硬塞给我 人人都以为她爱我 实际上她没安好心 我很羞愧 这本是舅舅的错 又像是我做的错了 你还放不下前男友吗? 我问 毕竟她差点为她自杀 哪有 我就是过不去自己的坎 她不值得 再说我因为一场事故 我妈对我好多了 我多幸运 她居然想通了 真难得 她变了 懂得感恩 我想好好爱她 让她会因我的爱感到满足 看来 我的机会来了 我讨好地握起她的手 羞得脸红 容着我抚摸一会儿 才慢慢地抽出去 说我妈说想要吸引优秀的男人 不要去讨好她 要自己变得优秀 舅妈她是对的 我佩服她的智慧 我理想中的母亲就该是亡言的样子 舅妈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母爱的人 我做不了她的儿子 做她的女婿也很好 我爸养父输得倾家荡产 急火攻心得了中风 我妈养母找刘颂要钱被拒后 一怒之下说出我的身世 她特意打电话来告诉我 你的好日子结束了 你又变回丧家犬了 她想多了 我有能力得到我想要的 我当什么都不知道 仍旧登堂入室 在舅舅和舅妈之间周旋 他们会慢慢发现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我 舅舅心情不好 除了老婆罢工外 还在纠结我是不是她儿子的问题 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愿意做亲子鉴定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她也不愿意承认我不是她亲生 非常奇妙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父子 却比父子还向父子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面对 我想好了 即使没有血缘 我也愿意当她给过我生命报答她 舅舅对我若即若离的 表面上和原来一样 暗地里在防备我 说话不如之前坦然 她的书房也换了密码 阻止我们三个孩子进入 我的当务之急是帮她和舅妈和解 你舅妈过得好吗 我们在吃早饭的时候 舅舅问我特别好 他们母女跟闺蜜一样 活得可滋润了 舅舅叹了一口气 您为什么不请舅妈回来 我 您不会拉不下脸吧 我得提醒您 舅妈 再不回来 您不能按时交货 赔人家违约金 是小 厂子的 信誉是大 您在业内树立的口碑就塌了 你说得对 舅舅约舅妈吃饭 她下了血本 压上了全部家产 请她回家 我想 她也相信了我妈的话 心灰意老家产拱手送给舅妈 也不觉得可惜 毕竟老婆比假儿子重要多了 我相信 舅妈深爱着舅舅 她的目的是守护舅舅不失去领地 我的目的是不失去家人 守护舅舅 舅舅是我心理上的父亲 我和小文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向所有人介绍她经常晒恋爱照片 炫耀请她的同事吃饭 所有男朋友应该做的我都会做到最好 那天我接小文下班 远远看到她的前男友在纠缠她 我很想过去 又怕她想和她复合 没有及时去帮她 她看到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到我面前 怒问你怎么回事 我遇到坏人 你都不来帮我 我说我想给你们一点解决问题的时间 她抬起手想打我巴掌到我脸上时力道非常轻 她是怕我翻脸还是心疼我 两个原因都让我心动 我没有躲 我抓起她打我的手腕 为她吹着手掌 啼笑着说 看你仔细手疼 我在她的手掌上吻了吻 她红了脸 蹦不住笑意 我轻轻搂她在怀里说 知道了 我在你心中是第一位的男朋友 以后我会好好表现 国庆节和中秋赶到同一天上午 我开车去养父母家里 看他们带了一车吃的 我准备跟父母做个了断 冤有投债有主 总是要还的 小宝两眼蓝悠悠地帮我往屋里搬东西 她坐在饭桌前一边玩游戏 一边打开零食吃 游戏已俘获了她 她难以自拔 她说 哥 舅舅什么时候死呀 我吃了一惊 她怎么突然盼舅舅死 我问你为啥盼她死呢 她说 妈说等她死了你就能继承家产 会给我分一半 等我有钱了 打一套装备 我就能当国王了 我火气上冲 我得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舅舅的家产跟你有什么关系 舅舅给过她的好处 她完全不顾念 还盼着她早死 真跟我爸一个母子 狼心狗肺 我冷笑说 好像不行 咱妈跟舅舅说我不是她儿子 舅舅的钱跟我没关系了 小宝责备地看我妈说 妈 你都做了什么 我妈拍拍小宝说 没事儿 妈有办法 我抬头看她 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 我小时候她能对我好一点 我也会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为什么要处处跟我过不去 天瘫的我爸靠在里屋的床上 冲我瞪眼睛 口齿不清地捣固着什么 我拿了一套衣服送给我妈 她最重仪表 一定喜欢 两个月未见 她头发白了不少 被不如之前挺拔破天荒 她递给我一个香蕉 妈 我不明白你 你为什么能忍受 我爸不忍怎么办 她在掰玉米 我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我想当初您救我的时候 也当我是您唯一的儿子疼爱吧 我搬了小凳坐在她的身边 她没有吭声 手上没有停 眼睛看着手里的玉米 您一辈子都在过苦日子 您失去留小爷的时候 一定很心疼 她叹了口气 眼里有些亮亮的东西 有了小宝以后 我爸对您好了许多 我也为您挡了不少拳头呢 她嘴唇动了动 没有说出话来 您救了我一命 我当了您十年的出气筒 咱们能否扯平了 她停下手里的活 拿了毛巾擦眼泪 仍然有大滴的泪水掉落 穷途末路 她也意识到再没机会翻身了 自作自受 妈 我觉得您的不幸都来自我 没有她 您比现在幸福 一定比现在善良得多 要不是我爸折磨您 您也不会那样对我 我就说她小时候多亏您照顾 我记得您也是爱美的女人 您看看您都被我爸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她也想报答您 可惜您要的太多了 我真心为您不值得 您自己能花几个钱 还不都添补给了我吧 别说了 说这些做什么 她颤抖着唇 声音带着哽咽 事到如今 您连解脱的机会都没有 我爸没病 您还能离婚 您现在不想要她都不行 一切罪您都承担不起 您还不到五十岁 要受罪到什么时候 她不想再听我说了 慢慢站起来 步履蹒跚地走进厨房 祸害我的罪魁祸首是我爸 她的人生不得已全都发泄在我妈和我的身上 但凡她能活得像个男人 我妈也不会心灵扭曲 从小到大 我没有从我爸身上得到一丝温暖 她只盼着我早点死掉 没有一点怜悯她 必须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来到里屋 坐到养父的床上 削了一个苹果喂给她 我妈早就受够你了 没有你她会比现在快活得多 你活着也是受罪 不如早点解脱 是不是 爸 我在她耳边说 她气得差点把苹果涂我脸上 她中风后智力也有下降 男人的尊严受到严重挑衅 可惜她再不能耀武扬威 我嘲讽地笑 她生气了 我好怕呀 要不是你病成这副德行 我真想让你也尝尝烙铁的滋味 她起身 拿起墙边的拐杖 哆哆嗦嗦地要打我 我趁机跑出去 开车扬长而去 他们必会迎来一场战争 不死也伤我回舅舅家里过节 近郊的一处别墅已经打理干净 我赶到的时候 厨师夫妻已经走了 满桌的菜纸等我回来开席 全家人都说着住酒瓷 吃着可口的饭菜 又似乎各怀心思 都不得开交 我说 怎么大家都不开心呢? 小刘琼叹了一口气 说 我快毕业了 不想读书 也不想工作 怎么办? 全家翻白眼给她舅舅说 我就在想我正命赚钱 到底为了什么? 我看你们三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接替我的厂子 现在是红火 赚到了钱 将来我心惊 舅舅和之前说得完全不一样 他在暗示不会由我来插手他的企业 看来他已经改变主意 不想由我接手厂子 我真不理解 血缘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也该表态 不会觊觎他的财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再害怕舅舅不认我 我有我的事业 不再需要他的厂子 安身立命 我说舅舅 我和同学合伙做了一家软件公司 专门给企业做内部软件系统 服务了几家大型企业 反馈不错 我们正在研究做个网站 以后您就是我的客户之一 你小子想给我料单子 他半真半假地吼我 小文说销售还挺有意思的 我也不准备换行了 舅妈炫耀地说小文的销售做得不错呢 这个月差点当上销官 等他能力强了 换一家大公司成长更快 舅舅说 好呀 有能力了来厂子里帮我 小文撇嘴说我才不来呢 厂子太小 施展不开 我鼓励地看向他 树大母哥表示非常欣赏他的成长 他冲我做了个鬼脸 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心情复杂 担心他变得太出色 又怕他不够出色 舅舅说 你们都不打算接手厂子了 舅妈说 看来你只能指望小刘琼了 他啥也不会 来接你的班 正好全家都笑起来 舅舅非常失落 他处心积虑经营的事业和家庭 遇到了危机 舅妈不再爱他如命 我不再是他最信任的儿子 小文不再崇拜他 小琼不听他的话 他心灰意冷 神色憔悴 我无意中偷听到舅妈跟他说 还是做个亲子鉴定吧 不管结果怎样 你就踏实了 晚上我们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我妈杀死了我爸 我爸没打到 我一口气发泄不出去 找到厨房里的我妈 劈头盖脑地打他 他拿着拐杖 没准头也打得我妈养母不轻 我妈怒推了他一下 他倒在地上 头撞到门框上 口吐白沫地抽搐 我妈招呼小宝来帮忙抬 小宝不情不愿地过来 两人根本抬不动 小宝说 妈 留着他有啥用 不赚钱还得花钱 万一你哪天不在了 我可养不起他 一句话 我妈上头了 她拿起案板上的尖刀 刺穿了我爸的心脏 压抑已久的怨气释放出来 我的扬眉吐气终于可以覆盖年少时的屈辱 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痛快 我想我妈失去了自由 但是她解脱了 我去看我妈 我终于能平静地看她不再恨 也没有爱她告诉我 当时我爸的却卖掉了我 但是两个月后 我生了病 买家要求退货 我爸不干 威胁他们要报警 他们不甘心把我家的牛给牵走了 我爸气得要命 想要饿死我 他舍不得为药卫州救活我 那段时间 他没少挨我爸的打 等我好了他又心疼牛 想着将来我长大了也不一定孝顺他 又觉得不值得 有了小宝以后 我爸对他体贴多了 但是从那以后我爸再打我 他就庆幸那些拳脚没有夹在他的身上 久而久之 他也和我爸成为同一种人 他说 听说会盼终身监禁挺好 不愁吃喝 心无挂碍 我很惊讶 他不再忧心小宝了吗? 他说 小宝就是来讨债的 由他去吧 我给小宝找了份游戏陪练的工作 反正他对其他事情没有欲望 有吃有喝能上网 他就知足了 舅舅没跟我说过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也没跟舅舅说起 我的确是他的儿子 舅妈单独跟我聊过一次 他说 你就不敢做亲子鉴定 我帮他做了 他拿了一份亲子鉴定书给我看 我扫了一眼大 淡淡一笑说 舅妈 您觉得这东西对我还重要吗? 舅妈说 对你就很重要 他不好意思跟你谈 他说之前对你的冷淡你肯定都看在眼里 他想向你道歉 又低不下头 我说我没关系 我对他的感情从来没变过 不管他怎么对我 我都感激他 舅妈嫣然一笑 说 小野 你太优秀了 比你就强 春节过后 我和同伴的公司开始运营 因为经验不足 出现了资金断流 舅妈知道后 带人来我公司做了两轮考察评估后决定注资它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一年以后 我的公司步入正轨 舅妈说 我的两个合作伙伴只提供技术 没有管理能力 建议我趁着公司不值钱 买断他们的股份 由我担任总裁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我的两个合作伙伴见我开出的价格惊人 非常配合让出股份 我不再纠缠我的身份 我的公司日益壮大 我越来越忙 闲暇之余 我站在四十五层的办公室里 看着城市的一片灯火 感觉自己终于从深渊爬上了云霄 我在员工的眼里捕捉到敬畏和崇拜 我很满足 我够努力 也很幸运 小文开始抱怨我陪她的时间少了 经过舅妈的教训 她不再纠缠我 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中 不再对我过于上心 我觉得全情投入工作的她更有魅力 但是也会希望她能以我为中心 将来婚后能回归家庭 相父教子 舅舅舅妈是我的再生父母 他们值得我用余生守护 十月 舅妈暗示我 小李文有了追求者 我想过 如果小文要求分手 我就找个平凡朴素的女孩结婚 我感谢舅妈 她帮助我克服了自卑 不管小文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愿意支持她 我本想和小文摊牌 若是她遇到真爱 我愿意放弃 舅妈骂了我一顿 要求我向小文求婚 她说小文不傻 她一路看着你成长为CEO 怎么会轻易放弃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 你以为我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我的妓子吗? 你必须报答我跟小文求婚 原来小文根本不喜欢追求者 舅妈看我日渐强大 怕我变心 故意刺激我 逼我求婚 我也舍不得 舅妈说那小文怎么想的 她说我不管她怎么想 你们就是结婚再离婚 我也认了 我们很快举行了婚礼 舅妈对我比对小文和小琼都好 她说我从小没得到过母爱 她要全都不及我 小文和小琼极度地不行 舅舅因亲子事件伤了心神 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突然老了十岁 她逼着小琼接手她的工作 进入半退休状态 整天玩猫斗狗 游山玩水 小文迟迟不怀孕 我们俩又查不出问题 舅妈为我们找了好多方子无果 她烦不胜烦 逼着我们做了试管婴儿 直接生了一对龙凤台 我的丈母娘真是我的神助攻 见到一双儿女那天我热泪盈眶 今生再无所求 结婚前一晚 我被人吓要迷晕 再睁开眼 已经被卖到村子里 有男人嬉笑着向我逼近 而始作俑者就是我亲哥 以及那个公认最暖的男人 我的未婚夫 我把他们当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没想到却被他们联手摆一道 他们大概忘了我从小只吃婚不吃素 在我五岁生日那天 我爸带了女人和一个男孩回来 男孩大我三岁 在我和我妈面前喊我爸为爸 我妈连着哭闹了好几天 最后拿到一套两居室作为离婚补偿 同时还把我扔给了我爸 她拖着行李箱要走 那天我哭得撕心裂肺 只求她能带我一起走 可她说 玉玉 别恨妈妈 让我从小寄人篱下 受尽我爸和继母的冷眼折磨 还想让我不恨她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每天要想着怎么防范继母的阴狠毒辣 有次只因我多吃了一块红烧肉 继母就把一碗滚烫的汤泼在我身上 骂我是妈都不要的野种 难怪那么没教养 我爸在旁边默不吭声 俨然像个和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局外人 自从继母进家 我的房间从单独的粉红卧室搬到了空间狭小的阁楼 我在阁楼强忍着疼 把贴在身上的衬衣脱下 不小心撕破了好几个被烫出来的水泡 是我亲哥言行 也就是继母和我爸生的儿子给我送来了烫伤糕和一大碗饭菜 她温柔地说 上完要再吃点 哥心疼你 之后的日子也的确是多亏了她的照顾 才让我稍微好过些 我是真把她当成了世上唯一的亲人 上初中时有人找她麻烦 我就带着一群人帮她出头 把比我大三四岁的男生全打跑 自己眼角也被划了道 口子破了 下回来少不了又是一顿揍 她上大学后学人家赌博 生活费都输光了 不敢和家里说 我就把自己暑假兼职赚的钱都给她 如果不是昨天喝了她递过来的酒 接着我就全身贪软 很快没了意识 我真的不敢相信对我下药的人会是那个曾说心疼我的亲哥 而和他一起把我迈到村子里的人 还有那个所有人眼中的暖男 我的未婚夫柱子路 我从初中起就经常打架斗殴 同学们都怕我学习一直处于中下水平 柱子路在高中和我同桌 他是唯一一个敢说我做错了的人 我不听课 他就像唐僧转世一样 对我喋喋不休 给我灌心灵鸡汤 我越是吼他 他还越来劲 还说我要是不好好学习 他就把我打架的事都告诉我父母 其实 我爸和继母早就认定我不会出息 打架的事告诉他们也没用 但我就是好奇 朱子路为什么对我的事那么上心 也是多亏了他这个学霸的帮助 我最终和他考上了同一所不错的大学 他那时候抱着薯粉玫瑰和我表白 说从高中起就看出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外表坚强 但内心一定有柔弱的一面 他想做那个保护我的人 高中和他相处三年 没感情是不可能的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我觉得他幼稚 却接下了那束粉玫瑰 毕业后 他进了我爸的公司做职员 我则和几个朋友开了间承包电子商务的工作室 我以为事业和爱情双收 没想到在结婚前一晚被我哥叫去酒吧下药 迷晕朦胧中 我确定听到了朱子路的声音 他说 言喻 对不起 你别恨我 又是一个让我不要恨他的人 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人昏迷后也是会心疼的 就像被锯齿一下下的搁 搁得血肉模糊 却叫不出声来 之后我只知道被好几个男人驾进了面包车 再次惊醒 只见一个身材肥瘦的大叔坐在床前 粗糙地指腹磨洒过我眼角的疤痕 小姑娘长得挺俊呀 就是这道疤 可惜了 我想躲开她肮脏的手 才发现自己早被五花大绑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尝试恐吓她 我哥和我未婚夫只是把我暂时送到这 等他们办完事还要来接我的 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他们会让你好看 我当然知道他们敢把我送到这 就没想过让我回去 但我内心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大叔听完果然大笑 一脸不屑 你就别做梦了 我花两千块就能把你买过来 他们临走前还千叮万主 别让你跑了 谁还会回来接你 我无言以对 真没想到自己在这两个至亲心中只值两千块 我不懂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他们 竟让他们恨到想让我人间消失的地步 是因为柱子鹿不想娶我吗? 可分明是他自己在露天广场弹着吉他 和我求婚的是我哥 怕我以后分家产吗? 可是我早和他说过 等我有能力了 就会把抚养费还给我爸 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 到底是哪一点能让他们对我恨之入骨? 如果眼前的大叔想对我下手 我就算不被绑着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但或许是上天可怜我 给我安排的丈夫竟是个形如枯稿的小男生 听说小男生在年初时突然病倒 算命先生提出了娶媳妇冲喜 大叔和他媳妇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提亲 只是谁也不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年纪轻轻就卧床不起的小男生 大叔也没辙 才想到买媳妇这种损招 大叔的媳妇张神抹了把泪 小婿可怜 他是村里读书最厉害的孩子 老天真是不公 从小在压迫中长大 我早就知道老天不公 同样是我爸的孩子 我哥可以轻松拿走我的卧室 可以每月找家里要上万的零花钱 但我就只能睡阁楼 靠自己转生活费 如果埋怨老天 我恐怕早在那个家死一万次了 冲喜这种事本就是封建迷信 一场喜事办下来 病好没人知道 病人肯定是被折腾了 大概是料定我跑不掉 他们帮我松绑 还让我近距离观察罗小婿 他浑身呈现一种淡黄色 眼眶内更是黄得吓人 他这个样子多久了? 快一周了 刚开始上土下泄 我们也带他去诊所瞧过 说是张神皱紧眉头 说是小婿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心里一阵冷痴 真不知道这些开诊所的人是在救人还是害人 这种鬼话也敢说 罗小婿这样子明显是发了黄胆 这病我小时候也得过 我妈说我刚出生 不久就全身发黄 在医院里治疗了好久 那会不知道我爸从哪听了别人的话 说新生儿患黄胆 代表孩子会是他生意场上的绊脚石 从小我爸不喜欢我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这些话我后来也证实了 正是我那绞尽脑汁想上位的继母说的 在我的再三坚持和保证下 老两口终于妥协 和亲戚朋友借了钱 连夜带着罗小婿去了城里的医院 医生最后的诊治结果是 罗小婿患了残痘病 若是再拖下去 很有可能会引发肾衰竭 在治疗的过程中 其实我是有机会求救或者直接逃走的 但看着老两口不吃不睡的陪儿子 我心中竟有些羡慕 罗小婿 我现在被卖到了这里 不知发现我失踪的亲生父母 会不会有一丁点担心我 他们会找我吗? 罗小婿在医院住了一周 身体有了好转 只是老两口的口袋空了 我抱着几桶泡面上来时 听到他们在求医生 求求您了 先给小婿继续用药吧 我们会想办法凑医疗费的 医生有些无奈地点头 但还是提醒他们 如果两天后还不能交钱 只能让罗小婿出院了 毕竟他们已经欠医院两万块了 我心一横 给我一起开工作室的朋友成义打了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言行 你还知道联系我们 你哥说你嫁去国外不回来了 我没去细究成义未说完的话 只明白了为什么一直没人找我 没想到这种荒诞的理由 言行也能编得出来 不过仅是这一点我就能确认 我爸肯定是知道我失踪了 我如果嫁人 怎么可能不经过他的同意 可他若是不声不响地信了言想 那只能说明一点 我有些不敢想下去 画风一转 和诚意直奔主题 我告诉你个卡号 打五万块过来 卡号是之前我陪大叔去缴费实际下的 五万块是我们工作室连续熬夜加班好几天才能赚到的数字 但此刻诚意只是沉默了片刻就答应下来 等我再回到病房的时候 已经听到大叔说他卡里突然多了五万块 张沈心善 还嚷着要先报警查清是谁转错了钱 我打断他们先拿这钱去交医药费 小婿的身体更重要 或许是他们猜到了什么 又或许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他们没有再反对给钱的办法 只能解燃眉之急 罗小婿这次在医院花了不少钱 劳两口一屁股的债 他们未来的生计是个问题 找了个闲暇时间 我问张沈他们平时是以什么谋生 当时我才知道 原来罗家村都是养残的 只是之前买他们残丝的老板故意压低价格 他们没法卖 导致生意谈崩了 现在也没人买他们的残丝 村里很多人都三餐不济 知道他们是缺少一个销售渠道 我再次把情况告诉了诚意 我们本来就是做电子商务的 帮他们搞个店铺卖蚕 不是什么难事 大叔眼眶红了 闺女 抱歉哪 你已得抱怨会有好报的 我连忙摇头 其实他们并没有把我怎么样 这段时间他们自己舍不得多吃一口饭 但却从没有亏待过我 我身无分文地被送来 这也是多亏遇到了他们这样的好人 他们和那扔下我的母亲 以及对我放任不管的父亲相比 已经好太多 罗小旭出院的那天 成义奈也传来了好消息 有不少商家看上了罗家村天然无污染的特性 都纷纷下了订单 罗家村的忙好一阵了 罗小旭泛红着小脸看我 姐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们村的大恩人 你能不走吗?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小旭 乖 你要努力学习 等姐姐把事情办完 再把叔叔的两千块拿回来 姐姐就来找你 大叔其实已经说那两千块不要了 就当是把我请来救命的钱 还说以后他们赚到钱一定会报答我 但颜祥和柱子路费尽心机算计我 要不是运气好 遇到了罗大叔这一家 我的下场真是不敢想象 这两个男人从我身上拿走的一分一毫 包括大叔的钱 我都会让他们加倍奉还 我从小吃婚不吃素 当我飞回Axon时 是诚意开车来接我的 我没有瞒他 把自己被亲哥和未婚夫联手算计的事都告诉了他 他听完沉默了好久 你不就整个好想法 你